OK 各位同学晚上好 欢迎来到清风老师的直播间 在正式上课之前 请同学们检查一下自己 不管是拿手机看直播也好 拿电脑看直播也好 先检查一下自己 画面 声音 还有网络 有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说没有问题的话 请在弹幕上给老师抠一波数字 那假如说有问题的话 建议同学刷新一下直播间 或者说切换一下线路 重新进一下来解决一下 OK 让我看到你们的数字好吧 好嘞 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 今天是我们正式课开课的第一天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区 所在的一个课程环节 是我们影视后期综合实战模块 那除了这个模块之外 我们还有一些其他模块 先给同学们在上课之前 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课程体系 那这个各位同学 可能也有些了解 可能了解的不多 我们现在是在影视制作 软件精通模块 总共分为12节课 然后除了这个模块结束之后 我们还有一些视频的拍剪进阶 以及影视后期的创意合成 到后面的商业包装 到最后还有一个PR达芬奇的调色 以及最后结束的时候 还有一个影视项目的一个时序模块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在我们视频制作软件精通模块当中的第一节 叫做推开后期剪辑的大门 好我们先把这个给关掉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集课 叫做推开后期剪辑的大门 在上课之前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一个课程导学部分 就是一个我们的学习目标 那么软件精通部分 总共会接触两款软件 基础部分 我们的基础部分只接触两款软件 一个是PR 对不对 然后还有一个 老师这个写字水平立马就暴露了 还有一个AE AE一共是这两款软件 那PR是一款剪辑软件 它主要是用来我们剪辑视频的 然后还有AE AE呢 老师告诉大家 它是一款合成加特效的一款软件 那我们初期的学习目标呢 就是要先了解PR和AE的一个基础的操作 学会使用PR软件去剪辑一些视频 使用AE软件呢 制作一些或大或小的一些合成 或者说是特效 OK 这是我们的一个学习目标 前期的一个学习目标 那我们的学习方式呢 是通过一个直播的课程 再加直播回放 加上一个周末的作业串讲课来进行的 那直播课呀 就是你们现在所看到的啊 老师正在讲课 我们1356的晚上的7点钟啊 准时会在这个直播间里开课 那直播回放啊 就是说老师会在本次直播课结束之后呢 大概要等个半小时 15分钟到半小时之内吧 这个时间会把我们当前啊 当天所这个直播的课程啊 以回放的形式上传到我们的一个大鹏的网站上啊 大家可以观看回放 还有一个啊 是一个作业串讲课 那这个作业串讲课呢 我们把它设在每周的周天下午 好吧 周天下午 然后这节课呢 主要是老师给大家答疑的 答疑 回答大家啊 一些问题 我们在一周当中 所讲的知识点呢 一些问题可以问我 然后老师呢 也会带着大家把啊 这一个周啊 所学的课程里面的知识点呢 给大家再重新的梳理一遍啊 再串一串 OK 最重要的啊 还有一个作业的问题啊 它叫作业串讲课嘛 那我们啊 这就作业就涉及到一个我们的节课标准了 那我们前期啊 这个基础部分呢 总共分为12节课啊 一共有9个课堂作业 那这些作业啊 大家做了之后啊 要记得通过手机的方式啊 来把作业交上来 让老师看到 OK 在作业串讲课里面呢 老师会把同学们的作业呢 好的作业呢 拿过来之后啊 给同学们分享分享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一起来学一学 那假如说相对来说啊 做的稍微有点那么不足的那个作业呢 我们也会把它拿出来 让同学们一起来避免一下 这是一个我们作业串讲课的一个意义 OK 然后呢 是一个素材获取的方法 嗯 这个方法呢 嗯 刚才在班会的时候 应该老师啊 给大家说了 不过有同学可能没去参加班会 好吧 我们现在呢 再给大家来说一下 说一下我们这个素材的获取方法 以及我们这个直播回放 应该怎么观看 好吧 来给大家稍微的说一下 首先呢 我们要找到浏览器 然后进入我们大鹏教育的官网 对不对 然后在官网这里呢 找到一个你的一个小头像 你可爱的小头像 然后点击我的正式课 然后滑呀滑呀滑 假如说因为老师课程比较多嘛 所以说我需要找到他 那找到我们的影视后期综合实战模块 对不对 然后点击这个名字 点击这个名字 点进去之后呢 你会发现啊 要找对你的一个7号 当然现在看直播的同学 很放心 因为你们现在正在0808里面 看直播对不对 那假如说很不错 小这堂课如果有同学没来的话 你要说观看回放的话呢 你需要选对你的7次 我们是2022 0808起 好吧 然后现在正在显示的呢 就是我们的第一节 正在直播中 叫做推开后期剪辑的大门 在它后方呢 有一个小云朵的一个标志 小云朵的标志 那这个地方呀 就是我们下载素材的地方 老师呢 会在每天 大概中午的时候呢 会把一个素材 上传到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直播间里来 点击这个小云朵呢 就可以下载我们本堂课 所需要的素材 不管是课堂素材也好 还是作业素材也好 都是通过这种方式 来下载下来 点击一下呢 你可以把它保存在 你电脑的任意一个位置 只要你找得到 好吧 然后下载 点击下载 OK 当你下载完之后呀 我记得有很多同学 之前的时候跟我说 老师 这个素材下载了之后 为什么不能用啊 我打不开 那老师在这给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下载的这个素材呀 它是以这种压缩包的形式 来下载下来的 就像你现在看到的 看到没有 它前面呢 是一个三本书 这个图标就代表 它是一个压缩包 你需要把压缩包 给它解压出来就可以 有同学说可以保存这个百度网盘嘛 假如说你想保存这个百度网盘的话 你还是需要下载到你电脑上 然后再转到你百度网盘上 对不对 OK 一定要记得把它解压出来 怎么解压呢 注意你要点击这个素材的压缩包 然后鼠标右键点击一下 它会弹出来一些选项 分别是解压文件 解压到文件夹 以及解压到这个有命名的文件夹 那这里呢 同学们选择后两项就可以了 这两项都可以 把它解压出来啊 就会是一个文件夹的一个形式 把它打开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 我们一个课堂素材 就会在这里面 这是我们今天所要用到的素材 OK 这是关于素材的一个下载方式 再一个呢 是我们这个回放的一个观看方式 假如说很遗憾 今天晚上 或者说是我们上课的 直播的今天晚上 你有事情没有来的话 可以观看一个我们的直播回放 在哪里观看呢 也是先找对一个我们的7号 然后注意 要在直播客这一栏下面 直播客这一栏下面 等我们把上传 把这个回放上传完毕之后呀 在这个地方呢 会出现一个回放啊 两个字 一个字样 啊 写着回放 到时候点击一下啊 就可以看了 好啊 这是我们一个作业啊 作业素材 课堂素材 以及我们啊 这个回放的一个观看的方式 好 那到这里 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吗 有同学说 作业什么时候提交啊 作业时间就是多久啊 那这个呢 我们等到有作业的时候 再给再给你回复 OKOK 是老师多心了 是老师多心了 我们的直播间的同学啊 各个各顶各的都这么聪明 但是啊 老师根据之前的上课经验啊 有的同学啊 他可能对电脑呢 对电脑并不是特别熟啊 他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 那个压缩软件 应该怎么解压出来 好啊 我们这个课程导学呢 就给大家说到这里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 我们的一个课程的一个大纲 注意 这个课程目录呢 只是一个我们啊 软件 软件基础部分的这么一个目录 分别是啊 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左边的六节课 再加上右边的六节课 左边的六节课呢 是我们PR的一些课程 右边的这六节呢 是我们AE的课程 也就是说啊 假如说同学们还没来得及下软件的话呢 现在只需要先下载一个PR软件就好了 啊 等到我们讲AE的时候呢 你可以啊 之后再下载AE软件 好 简单来看一下 我们软件都能学到什么吧 我们会从最小白的地方开始啊 首先你要认识这款软件 我们将会从最基础的一个界面讲解 给大家讲起让大家认识这个软件都是有什么构成的 然后是一个剪辑工具的介绍啊 以及后期的一个啊 PR里面的关键帧 加上这个视频特效啊 音频 转场 最后呢 是一个啊 PR的一个调色 那老师呢 可以在这里可以告诉大家啊 我们啊 在前期上完这六节PR的课程的时候啊 同学们已经可以通过自己的学习的一个知识啊 可以剪辑出一些非常棒的作品来了啊 一种非常武脏追权的一些作品啊 比方说有一些比较棒的颜色啊 有一个跟音频搭配起来的一个非常酷的一个音效啊 或者说视频或者是这个视觉上面的一个转场 然后再加上一些字幕 对不对啊 所以说这六节课结束之后啊 就已经具备一些剪辑的能力了 对不对 好 那AE这里面呢 也是一样啊 也是从最基础的啊 跟大家说起 首先呢认识软件 然后呢 再进入到AE里面啊 学习AE的关键证动画 包括后面的什么 父子关系啊 形状独层 文本 以及很重要的一点 我们AE当中关于三维的这么一个模块 以及我们从网络上下载的AE模板的一些运用 好 但是啊 同学们 我相信同学们肯定啊 乍一看到这些关键词 什么关键针啊 蒙板啊 甚至父子关系 这东西都出来了 对不对 可能不是很理解 那老师啊 告诉同学们啊 现在呢 先不用理解 等我们一个一个讲到的时候呢 老师会一点一点的啊 把这些内容都交给你们 让你们来理解 好的啊 这是一个我们的课程目录 往后看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角了啊 我们的PR软件 啊 PR软件 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啊 我们这一个 PR软件啊 打开之后的一个界面 当然了 这个是2017版 啊 2017版 那老师啊 推荐大家都使用2020的一个版本 啊 那后期呢 待会儿呢 我们再说这个版本的一个问题 只是给大家一个参照 然后呢 这个啊 全名呢 它叫做Premier Pro CC 那是由美国Adobe公司开发的 它中文名字呢 叫奥多比 然后这个中文名字 可能听起来比较奇怪啊 大家 大家还是很喜欢 叫做Adobe 对不对 然后呢 它是一款常用的视频编辑软件 注意它是一款视频编辑软件 其画质呢 比较好 并且呢 有较好的一个兼容性 并且和这个Adobe公司推出的 它旗下的其他软件 有一个非常优秀的相互协作能力 OK 那假如说同学们对这个软件 有一点点了解的话 你可以知道啊 我们Adobe公司啊 它是一个非常牛的一个设计公司 它所开发的这些软件呢 都是一系列的 你除了PR之外 还有AE对不对 PR是剪辑软件 AE是一个合成特效软件 那PS是一个平面的出去软件 还有AI 对不对 他们之间 这些兄弟姐妹之间啊 它是可以相互联动 或者相互协作的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 比如说你用PR在剪辑视频的时候 你需要制作一个小效果 那这个效果呢 在PR里面呢 可能做起来不是特别的 会特别简单 会特别难 这个时候啊 你只需要啊 在PR里面啊 一个简单的命令 把它导入到AE里面啊 在AE里面进行制作 制作完毕之后呀 也是很简单 把它导回到PR里面的 这个效果就好了 这是他们之间一个 相互的一个联动性 好 它可以制作什么呀 制作什么抖音短视频 影视作品剪辑等等等等 还包括纪录片 电影 电视剧 综艺 节目 对不对 甚至是动画片 那动画片呢 当然是三文动画 可能做不了了 一些平面的 一些通过剪辑的 也是可以通过PR来做的 我们要知道 它是一款视频编辑软件 也就是一个剪辑软件 对不对 嗯 好 那我们介绍完这个软件之后 我们来看一看 很多人关心的一个 软件版本的问题 我看当幕上好多人在问 软件版本的问题 然后呢 老师在这里告诉大家 我们呢 本套课程 本套课程 我们推荐大家使用 Premile 2020的一个版本 那因为这个版本呢 它比较稳定 相对于我们现在最新推出的 一个2022来说 是不是 我们现在已经2022年了 那个Adobe公司呢 也推出了2022的一些版本 但是老师告诉大家 经过我清测之后 发现2022的一个版本 它并不是特别稳定的 因为每款软件推出之后呢 它总是要经过一些 用户的检验之后 才可以达到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水平 所以说 我们先不着急 先不着急用2022 先拿2020来用 或者说 同学们 这个电脑配置不是特别够 比较低的话 那我们也可以再推而求其次 用一下这个2019的这么一个版本 也是OK的 它们两个之间差别 非常非常的小 那2019往下 有可能说2018对不对 2017 倒是也可以用 OK 我们学习没有问题 也可以用 但是 低于2017的 比如说2016 2015 那在这里老师呢 就不是很推荐 大家可以 就不是很推荐 大家用这个比较低版本的了 那因为我们总是要与时俱进的嘛 对不对 不要太高 也不要太低 太低的版本当中呢 有一些功能 它没有啊 只有我们的新版本当中 才会有 OK 这是我们软件 软件的那么一部分 好 我们说了这么多 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节课吧 我们这节课 还记得这节课的名字叫什么吗 我们给它退回去 给大家看一下 第一节 叫做推开后期剪辑的大门 那在本节课当中 有什么知识点呢 带同学们看一下 一个是PR软件的一个介绍 刚才呢 老师已经粗略的 给他介绍了一下 然后随着我们之后 课程的进行当中 你会发现 这个软件的一个功能 会更加的具象化 会更加的 在你脑海当中 有一个清晰的一个印象 好 第二点呢 是一个软件的工作界面 第三点是一个项目 和序列的一个区别 以及第四点 素材的导入 还有导出 好 在这里 先给同学们说一声 我们本节课 第一节课 是没有作业的 是没有作业的 但是呢 我们从第二节课开始 就会陆续的 有作业了 同学们 好的 那我们这个PPT内容呢 就已经给大家说完了 主要是一些 我们前期的一些 课程设置之类的 我们现在呢 就要进入正题 来正式的来认识一下 我们这位新朋友 Premier PR这款软件 好 老师先把PPT呢 给退出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Premier呢 已经装好了 是2020的这么一个版本 好 在这里 我先告诉同学们一声 在我们的直播课当中啊 老师所讲解的时候 老师操作的时候 同学们先不要在底下操作 好吧 我们之间有一个协定 算是一个课堂纪律 因为什么呀 因为老师在操作软件的时候呢 你跟着去操作 老师说嘴里说的一些原理 或者说一些概念性的东西 你有可能会记不住 那这样的话 你操作也操作不明白 听也没听明白 非常耽误一个 我们的一个学习效率 那所以说 老师呢 在这里跟大家有一个 课堂纪律 就是说老师在直播的时候 直播的时候 我们不要跟着老师 一起来操作 OK 同意的同学 给我扣个数字好吧 同不同意 OKOKOK 我相信 我相信大家既然这么的都同意 但是 我感觉每次都有 每次大家都说同意 但是后期的时候 总是会有那么一两个同学 在休息的时候问我 老师 我刚才这么弄的 怎么不对呀 你看 凡是问问题的同学 肯定是 不听老师的话 操作软件的 对不对 OK 那我们的协议达成 协议达成 拉钩上吊 100年不许变 好不好 我们正式的 来进入我们的PR当中 这款软件 双击 把它打开 看看它是什么样子 好 趁它打开软件的这么一个间隔呀 我们来探讨一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呢 是什么呢 就是说同学们来学习影视后期 来学习剪辑 那你心里面 肯定会对剪辑有一个概念 对不对 大家对剪辑有什么概念吗 大家可以上所预言 告诉我 你理解的剪辑是什么 可以跟我说一下 什么是剪辑 电影前身 蒙太奇 抒发情感 视频处理 编辑合成 OKOKOK 都对都对 直白一点的 剪视频 剪东西 把视频给剪辑 OK 东拼西凑 好 我感觉大家 大家对于剪辑 还是有一定理解的 好 那老师呢 老师在这里呢 给大家说一下 关于剪辑的一些概念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给大家提供的一个笔记里面 这个笔记 如果说同学们已经下载完这个素材之后 你会发现 在这个里面有一个01笔记点PNG 你可以打开它 这是老师给大家整理的一个笔记 好吧 那老师呢 会用另外一款软件 这个插慢的 是我们笔记的一个全身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今天所要处理这个概念 就是说 先抛出一个问题 就是说剪辑是什么 剪辑呢 老师在这里 把它分为两个部分 顾名思义 一个是剪 一个是集 那剪呢 就是剪接 你需要用剪辑软件来操作 就好比什么 我们做饭一样 做菜 你不管是 拿一白菜也好 拿一西红柿也好 你总是要把它 掐头去尾 或者说是把它中间坏的地方 给它切掉 对不对 把它切掉之后 只保留它 营养成分最高的 最好吃的一部分 对吧 那其他被剪掉了之后 怎么办 我们把它丢掉 它是不好的 它会影响我们 这整顿饭的一个品质 我们把它丢掉 好 这个是剪 我们把所有的菜 都给它剪好 那集 集就是编辑的意思 需要掌握剪辑的一个思维 也就是镜头语言 那镜头语言 现在先不跟大家说这么高深 因为它设计的东西 太广 那老师拿集 给大家做一个 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 我们如果让你造句的话 老师让你造句 用三个词 分别是我 喜欢 我喜欢 你 这三个词 来造句 那你会有什么样的造法 对不对 我喜欢你 你喜欢我 我 你喜欢 你 我喜欢 喜欢你 我 喜欢我 喜欢我 你 对不对 那其实老师刚才那种 那种语气 对不对 那种语气 语调 其实就已经很接近什么 镜头语言了 对不对 我们把简单的镜头 把简单的镜头 全都组合起来之后 拿到造句 是我们剪辑 但是不要忘了 我们句子当中 也有人说话的一个语气的成分 不同的语气 又构成了不一定 不一样的这种意境 是不是 所以说 我们的这个剪辑 其实 就是对镜头的一个前后剪接的一个处理 OK 很多同学都说对了 你们说的都对 好 这是一个我们剪辑的一个概念 剪辑的一个概念 好 明确了这个概念之后 我们再来进入软件 再来进入软件 好 进入软件之后 你会发现 刚打开软件 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窗口 它叫做主页 叫做主页 在主页里面 首先 它会欢迎你回到Premier 如果说同学们第一次打开软件 它可能是欢迎来到Premier 这个无需担心 没有什么区别 你看这里 有一个最后 最近使用项 老师 底下有一些 最近所做的一些项目 这些不用去理会它 如果同学们 是第一次打开软件的话 这些都是没有的 不要去理会 它不重要 这也是我们的历史记录 等你用的多了之后 你就可以在这里方便 快捷的一些 给它打开的就可以了 我们看到 它左边有一个非常显眼的 两个按钮 分别叫做 新建项目 还有一个打开项目 那新建和打开 我们顾名思义就知道了 那项目是什么意思呀 项目是什么意思呢 那在这里呢 老师不得不跟大家说一些 我们剪辑当中的一个流程了 对不对 那话说赵本山那个小品 要把大象装冰箱总共分几步 装冰箱还分三步呢 对不对 那我们的这一个剪辑 剪辑的一个流程 它也是分这么好几步的 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笔记当中 工作的一个流程 OK 我们可以看到 它一共分为这么几步 首先第一个呀 就是新建项目 第二个呢 新建序列 然后导入素材 制作 最后呢 来进行导出 那现在我们看到 这个名词 什么项目呀 序列呀 素材可能还知道 对不对 那项目跟序列 什么意思呢 那老师呢 跟你解释这两个词呢 可能不是很明确 老师在这里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 我们如果想要 是一个房地产 搞房地产的 你想要盖一栋楼 你首先第一步 你应该干什么 要不要同学们想一想 你要盖一座楼的话 你第一步要先干什么呀 你先要 对买地 OK 备案 备案是我 备案 说备案的这位同学 你可能在第五层 老师在第一层 老师想到的就是买块地 好 我们呢 要先要一块地 是不是啊 你有了这块土地 你才可以在这块地的基础上 来建造你的大楼 好 那我们这块地 对应的就是我们软件当中的一个项目 有了地之后 你才可以在这块土地上盖楼 那有了项目之后 你才可以继续进行之后的剪辑工作呀 对不对 好 所以说我们把项目理解成 是它最原始的 最根上的 最先有的一道工序 叫做新建一个项目 好 那在房地毯当中 你的这个项目呢 你的这个楼呢 你可能是一个周期性的工作 把它盖完了之后 你要卖给其他人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PR当中的项目也是一样 其实啊 我们所说的项目 其实就是你剪辑的一个片子而已 对不对 你接过一个片子来 你接单 接了一个片子 你需要给它剪辑一个片子 从头到尾剪辑下来 你就是在完成这一个项目 完成这么一个片子 其实它就是一个视频 一个片子 好的 这是一个项目 对不对 它是一个最根上的东西 我们在项目的基础上之后呢 才可以盖起第一层 那我们的第一层楼啊 就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序列 对吧 它是包含在我们项目里面的 必须有了项目之后 才可以建立序列 好 建了序列之后啊 你的大楼的第一层呢 已经搭建起来了 搭建起来之后啊 你就可以怎么样 来进行剪辑了 对不对 把我们的素材导进来 把我们的素材导进来 那带址到我们的这个房地产当中啊 可能就是什么 水泥钢筋石灰啊 沙子 对不对 以及一些什么具体点 什么装修用的 什么家具之类的东西啊 就可以通过这些来给它啊 做出一个你自己满意的一个房间来 对不对 这是一个导入素材 那制作就不用说了 制作就是施工的过程嘛 是吧 然后呢 哎 制作完成之后呢 给它进行一个导出啊 把我们这一整部片子 给它导出来 导出一个视频 你才可以交付 对吧 好 这是一个我们剪辑的这么一个流程 我们首先先看第一步 新建项目 好 那我们一起来软件当中啊 来新建一个项目吧 来看看怎么样来新建项目 我们回到软件的界面 可以看到左边有两个非常显眼的按钮 我们点击第一个新建项目 OK 点击一下 它会弹出一个新建项目的这么一个窗口 首先呢 它会让你给这个项目起一个名字 你要告诉软件 你这个项目到底叫啥 那老师呢 我们就随便起个名字好了 我们就叫做清风的第一节课好了 OK 简单起个名字 它还让你什么呀 指定一个位置 指定一个位置 你这个大楼盖在哪里呀 对不对 然后这个位置呀 它软件会给你默认一个位置 你需要给它更改一下 点击后面的这个两个字 浏览 点击下浏览 它会弹出一个 Windows一个资源管理器的一个界面 苹果电脑也是一样 好吧 我们可以把它存在哪里呢 存在G盘 F盘 E盘 D盘 哪个盘都可以 都可以 好 那在这里啊 老师为了方便给大家讲解 我们就直接放在桌面好了 放在桌面 我们选择桌面 选择文件夹 那它呢 就会在我们的一个桌面上 待会就生成在我们的一个桌面上了 好 那改完前两项之后啊 还看下面啊 下面有一个常规 还有一个暂存盘 还有一个收入设置 我们一块一块来看一下吧 我们先看常规底下的第一项啊 它叫做视频的渲染和回放这么一项菜单啊 后面提到一个渲染程序啊 它默认的是一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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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PU加速 好 我们展开这个菜单之后啊 你会发现它还有一项啊 叫做锦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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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啊 老师文化水平不高啊 这个单词呢 我可能不会念 好吧 大家就看我画的线好了 好 那这两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两个呢 是关系到我们的一个渲染程序 因为我们Premiere作为一款视频编辑软件呢 它总是要把一些画面啊 给我们展示出来 让我们看到的 那如果我们选择了第一项啊 GPU加速的话 那GPU啊 就是我们一个电脑的显卡 对不对 如果我们选择了第一项之后 那我们的这个电脑的一个显卡 也会啊 给我们的这个Premiere产生一个帮助啊 帮助我们观看视频 剪辑视频的速度呢 更加快一点啊 所以说我们要选择第一个啊 有GPU加速的呢 一定要选择GPU加速 那如果说啊 同学们的电脑没有这个独立显卡的话呢 可能应该很多人都没有 因为据我观察的话 就前几年 因为电脑显卡价格比较贵嘛 很多电脑出厂的时候 就没有带这个独立显卡啊 都是极限 我们也可以怎么样 我们可以选择啊 第二项紧这个软件 那没办法 只能选这个了 对不对 那这个呢 我们我们会比这个GPU加速呀 它的速度呢 会稍微慢一点啊 慢一点 但是呢 不影响我们去学习啊 所以说我们也可以选择第二个 当然有第一个的话 我们就选第一个 让它加速 好吧 OK啊 这个渲染和回放呢 说完了 我们再看下面一项啊 分别是视频音频和捕捉 那这些呢 让它默认就可以了 不需要去更改 不需要去更改 让它默认就好了 让它默认 OK啊 我们看完常规之后啊 再看这个暂存盘的一个问题 暂存盘是它项目设置当中的一个 第二的一个大类 它名字呢 叫做暂存盘 顾名思义啊 顾名思义啊 它是一个存放缓存的一个地方 我们的软件建立完项目之后 在你进行操作的时候呢 进行剪辑的时候呢 它会一点一点的慢慢的给你生成缓存 那这个缓存的位置啊 它存放的位置呢 我们把它选择与项目相同就可以了 与项目相同 也就是说 你刚才那个那个啊 这个这个工程文件建立在哪里 就让你的缓存跟在哪里就好了 那老师在这里选择的是桌面 对不对 选择的是桌面 那不好意思老师清下嗓子 哎呀感冒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然后我们选择的是桌面 对吧 然后桌面的问题就来了 我们桌面是属于电脑C盘的 对不对 那如果说 你把项目的位置放在C盘的话 也跟老师一样放在桌面的话呢 它会把我们这个缓存 也一起放在桌面 也就是一起放在我们的C盘 那当然老师现在只是给大家演示 为了好找 待会好找呢 我就把它放在桌面了 那如果说是同学们 今后如果承接了一些项目 你要做片子的话呢 一定要严格的 就是注意 不要把我们的项目的位置 放在一个桌面 或者放在C盘的某一个位置 要把它放在其他的盘 因为我们这个缓存 随着缓存越来越多呀 最多的时候 它可能达到好几个G这么大 所以说 当我们的C盘 它的一个容量 逐渐变得紧张的时候呢 那我们的电脑呀 它之后就会出现 大大小小的一些问题 所以说这个要注意 这是一个存放位置 以及它暂存盘的一个位置 我们把它改成 与项目相同就可以了 那老师呢 之前改过了 所以说都是改的 与项目相同 但是同学们 如果是第一次打开的话呢 它总有那么一两项 它写着自定义 或者说是那个什么文档 这个一定要注意 要把它改成与项目相同 好 这是一个暂存盘的一个位置 就这样 一共这两项 那这个收录设置呀 它我们就不讲 因为它我们不会用到它 收录设置呢 不要去动它 让它默认就可以了 OK 那缓存怎么清理 同学问缓存怎么清理 缓存清理的话呢 我们看看待会有时间吧 如果有时间给大家说一下 没有时间的话呢 我们从后面的课程当中 也会给大家讲的 我们讲菜单的时候 会给大家讲的 那现在呢 同学们还没有接触到作业 并且呢 这个作业的工 这个这个素材量 也不是特别大 然后呢 你的缓存肯定没有那么高 好吧 先不用着急清理缓存 我们清理缓存呢 有很多种方法 OK 这是我们新建项目的 这么一个步骤 我们点击确定 当所有的参数 都已经调整好之后 确定名字没有问题 然后位置没有问题 讯上程序没有问题 之后 点击确定 好 点击确定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入到 我们的PR软件当中了 它最原始的一个样子 就是长这个样子 好 我们刚才呢 只是演示了 新建项目的第一个办法 在主页里面想想 对不对 我们打开软件之后 在主页里面 进行了一个 新建项目的 一个大按钮的一个点击 那老师呢 在这里给大家再补充一下 你看 它这里刚才显示 是正在载入 对不对 显示正在载入 那如果同学们 如果同学们 随着今后的一个工作 工作时间长 用软件多的话呢 我们的软件可能会停留 在刚才那个界面不动 就一直正在缓存 一直正在缓存 你没有办法来新建项目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把主页给关闭 把主页直接给它关闭掉就可以 关闭掉之后呀 我们在这个文件这里 也可以新建项目 我们可以找到 它左上角的一个 菜单里面的文件 点击文件 第一个有个新建 同样的 也可以新建一个项目 甚至是什么呀 甚至还有一个新建项目的 一个快捷键 但是快捷键呢 是Ctrl2加N 那这快捷键呢 大家可以不用记 因为我们新建项目的 这个快捷键实在用的太少了 太少了 OK 这是我们新建项目的一个方式 好 建完项目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到 我们的软件当中 来进行观察了 我们看看这个软件 到底是有什么构成的 我们来说一下 软件的一些界面 好 我们先从上往下说起吧 从上往下 你肉眼看到的地方 首先上方呢 你可以看到 是一个Premier的图标 它写着PRO2020的一个版本 首先这个呢 它叫做标题栏 老师所画横线的地方呢 它叫做标题栏 那标题栏是干什么的呀 标题栏就是用来记录 我们的一个软件的版本 以及你刚才所建的项目的一个名称 你看清风的第一期课 以及它在电脑上的一个位置 这个呢 是显示这些信息的 你像老师之前在做东西的时候 好像一个片子可以剪半个月 我从第一个月的时候建了一个项目 到这个快结束的时候 我就找不到我的工程文件了 我忘了放在哪了 所以我不得不打开工程 看一看它的位置在哪 所以说这个还挺重要的 可以帮到你 我们把它叫做标题栏 它主要是用来提供信息的 是吧 然后标题栏往下呀 你会发现它还有一栏 分别是什么文件呀 编辑呀 什么序列啊 这么一大堆 我们统一的把它叫做菜单栏 菜单栏 那菜单栏里面呢 是我们PR当中各种各样的一些命令 还有参数以及效果 它里面包含的很多 那我们呢 先不一一的讲 等到用到哪里的时候就讲哪里 对吧 好不好 然后呢 但是 我要让同学们知道 它这个地方叫菜单栏 因为我们在之后的上课过程当中 老师会说 同学们找到菜单栏里面的什么什么命令 你要知道菜单栏是什么 你要知道菜单栏是什么 它在这个地方 OK 这个是菜单栏 然后再往下看呀 就是我们软件内部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界面了 你拿鼠标点击一下 你会发现 它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小框框 你看左边有一个蓝色的框 然后点到右边 右边有一个蓝色的框 下面 左边 左面 中间 还有一些右下角 对不对 那这些我们所点到的这些所有的小蓝框 我们把它称之为面板 它统称它都叫面板 只不过每个面板的名字不一样 它们负责的东西也不一样 我们先来看看吧 看左上角的一些 它这个面板 它叫做什么呢 它叫做圆面板 圆就是圆头的一个意思 然后在很多时候 我们不光叫它圆面板 我们总是喜欢叫它圆监视器面板 监视器面板 那说到监视器的话 大家可能就知道了 那监视是什么意思呀 盯着它看 是观察的意思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左边的这些东西 左边的这一个面板 圆监视面板 它是用来观察我们素材的 同样的 右边还有一个节目面板 我们把它叫做节目监视器面板 所以说这两位兄弟 它都是监视器 都是用来怎么样 监察画面的 只不过它们有两个区别 一个是圆监视面板 你看它写了一个圆 代指的是圆头 它所监察的呢 是我们素材导进来之后的样子 导进来之后 它原本是什么样 它就是什么样 那我们的节目监视面板呀 观察的是我们的素材 经过剪辑 以及添加效果之后的一个样子 这是它们两个之间的一些区别 好 要记住 它们两个都是用来监察画面的 好 那再往下看 那往下面呢 还有一个时间轴面板 你可以看到时间轴面板呢 它这里 好像并没有什么东西 就是它现在的样子 它是灰色的 对不对 我们时间码工具都不能用 它是灰色的 因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还没有创建序列嘛 对吧 等创建的序列呢 这里就可以使用了 那时间轴面板呀 是我们在剪辑过程当中 使用最频繁的这么一个面板了 我们的刚才所说的 我喜欢你 你喜欢我 对不对 都是在这里面来进行操作的 时间轴面板 那关于时间轴啊 老师再给大家说一下 不管是用PR也好 用AE也好 甚至是用剪映 对不对 也好 它都有时间轴这么一个概念 因为这些软件呢 通用的都是来处理我们一个视频的 那一个视频呢 它总是有始有终 总是从播放开始 一秒第二秒 到它播放完 它总是会出现一个时间段 对不对 所以说这是一个时间轴的一个问题 好 那时间轴呢 我们等待会儿建完序列再看 我们先看左下角的这一个面板 它叫做项目面板 项目面板 同时呢 也写了你这个名字啊 清风的 你这个项目的名字 清风的第一节课 好 那我们看项目面板 它是干什么用的啊 它说导入媒体一开始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是我们导入素材的地方 是导入素材的地方 是我们导入以及管理素材的地方 就相当于我们在盖楼的时候 在旁边临时搭了个仓库 仓库呢 存放你各种物料 以便你建 以便你这个这个 这个建造的时候啊 来进行快速的一些拿取 OK啊 这是我们项目面板 好吧 项目面板 然后呀 我们来看看 中间还有一个小面板 这个小面板呢 叫做工具栏面板 是我们啊 剪辑过程当中 所使用的一些小工具 都罗列在这里啊 叫工具栏 那这些工具呢 我们在第二节课呢 会详细的给大家说 好 还有一个什么 右下角一个音频监视器面板 它是用来监视 我们的一个音频的 音频的一个大小 不光画面需要监控 我们的音量呢 也需要监控 在右下角这个 音频监视器里面来监控 好 那我们刚才说了 它的一些布局啊 主要是分为这么几块大的一个面板 那我们现在啊 告诉大家 这些面板与面板之间呀 是可以相互的更改大小的 你比方说啊 你可以把手标 放在原面板和节目面板的一个中间啊 等到手标 变成一个这样的小箭头的时候 你看两刀树杠 再加上左右的一个小箭头 对吧 当出现这个标志的时候啊 你可以拖动它 变大变小 靠左靠右 上下呢 也是一样 好 那这种拖动的这种方式啊 或者说是改变大小的概念呢 我们把它叫作为工作区啊 工作区 就像你平时上班一样啊 你总是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工位 在自己工位上的办公 那这个工位上呢 啊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啊 你的电脑是放在左边还是放在右边 水杯放左边放右边 对吧 一些文件呢 是放在桌面上 还是放在下面的抽屉里 对不对 然后呢 这是一个我们的工作区的一个概念 它主要的意义啊 就是可以DIY 啊 DIY 那老师呢 刚才演示了 只是把这些工作区的大小的改变 其实你也可以怎么样 把它的位置进行改变 比如说 把圆面板拖出来 放在右边 把时间轴拖出来 放在左边 下面面拿出来 放在中间 这些呢 都是可以改变的 所以说啊 我们把它叫做工作区的一个布局 那Premier软件啊 它设计这么一个布局呢 也是为了我们这个用户啊 或者说设计师 他自己的一个喜好 而设计的 对不对 那现在呢 我们可能刚才说软件 可能体会不到 假如说你以后做了一些啊 比较复杂的项目的时候呢 你通过更改这些布局啊 可以让你这个这个简洁的效率提升不少啊 你不用来回的去点 好 那我们除了移动它的位置之外啊 你甚至还可以把每个工作区给它单独的啊 给它滴露出来 给它提出来 提出来怎么提呢 我们可以怎么样 把软件的变得小一点啊 直接把它拽出来 拽出来 那它啊 就脱离我们的软件 你可以把它放在你任何想放的地方啊 左上左下 随你的意义 好吧 这是一个啊 软件的这么一个拖动啊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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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面板都可以拖动出来啊 也可以随便点击一个这个圆面板啊 点击后面的三个小横线啊 点它一下 你可以啊 有个命令叫做浮动面板啊 浮动面板 也可以达到这种把它提取出来的这么一个效果 好 那我们把它提取出来之后啊 你怎么样回去啊啊 怎么样回去呢 我们应该怎么来恢复呢 在这里呢 给大家说一下啊 老师有一个大招 这个大招呢 就像我们恢复默认设置一样啊 在哪里呢 在我们啊 在我们的窗口啊 菜单栏的一个窗口模式下啊 窗口 找到窗口 然后手下第一个啊 工作区 工作区下面呢 有一个重置为保存的布局啊 就像我们恢复默认设置一样 我们点击窗口 点击重置为默认的布局 啊 在这个试图下 重置为保存的布局 那他呢 就完完全全的又回去了 啊 就回去了 好 这是我们DIY一个工作区的这么一个啊 一个概念和一个操作方法 那除了我们自己DIY之外啊 我们软件呢 也有我们提供了一些啊 他自己里面的一些预设啊 可以看到上方呢 他有很多的啊 一个词一个词 分别是什么学习啊 组件啊 编辑颜色等等等等 那这些呀 是这个啊 道别公司啊 通过统计之后啊 或者说是经过研究之后啊 他给你自己进行的一个布局的预设 首先我们在这个现在是默认状态下是编辑窗口 对不对 我们可以选择点击颜色啊 看看颜色的布局什么样啊 总体上没有什么改变 只是啊 他左边呢 多出来一个lamentary颜色 这么一个窗口 那在这个窗口里呢 你可以方便你进行调色啊 所以说它是一个颜色面板的那么一个意义 更方便于调色 好 可以再点一下其他的啊 效果 效果工作区呢 他会把右边那些效果给你罗列出来 方便你拿取 对吧 方便你拿取 进行拿取 以及还有音频啊 图形啊 啊 酷 那这个酷呢 我们平常用不到啊 因为这个是要登录一个Adobe的一个账户的 啊 我们平常用不到 好 那最后一个还有一个所有面板啊 你点击所有面板的话呢 就是默认的把软件所有的啊 大大小的面板全都罗列出来了 那我们现在啊 只是初步学习啊 我们先用这个编辑模式就好了啊 用编辑模式就好了 OK 在编辑模式下 嗯 那现在啊 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刚才我说呢 这么一个效果面板 你可以单独的把它浮动出来 对不对啊 你可以把它浮动出来 浮动出来之后啊 你会发现在这个窗口右上方有一个红色的小插号 代表可以把它关闭 把它关闭 那如果不小心把它关闭了之后 你会发现 哇 没有了啊 没有了啊 没有了在哪里找呢 你比如说我的一个啊 见面我已经DIY好了啊 我自己的一个工作工作台啊 或者说是一个剪辑的一个习惯 顺着我自己的习惯 我已经弄好了 但是唯独少了一个面板 少了一个效果的面板 那怎么办啊 我辛辛苦苦调了这么一个布局 你总不能让我放个大招 一夜回到解放前吧 对不对啊 一夜回到解放前 重置为保存的布局了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可以怎么样 那当一个窗口啊 不小心被你关闭的时候 你可以啊 在窗口里面 点击窗口 找到你刚才所关闭的那一个面板 我们刚才所关闭的是 效果面板 对不对啊 效果面板 我们可以把效果面板的前面 重新打上一个对勾 那他就出来了 啊 你看 现在所有打对勾的 都是一个 我们在画面当中 能看到的一个面板 把效果打上对勾呢 他就 又重新的回来了 重新回来 回来之后 你再可以把它 放在你喜欢的一个地方 嗯 OK 我们呢 接着把我们的这个窗口呢 给他重新的重置一下 从中也保存了一个布局 好 这是我们工作区的 这么一个概念 它的一个用法 我们来看一下笔记 看一下了笔记 关于工作区 工作区 我们老师呢 给大家总结了什么 那新建项目啊 有什么新建项目 新建项目的方法 老师刚给大家说了 对不对 啊 PR开始界面 新建项目 再一个啊 是一个菜单栏里面文件 啊 点击文件 新建一个项目 啊 这些都说过了 还有一个项目设置 名称啊 位置啊 暂存盘 好 这个界面里面呢 啊 总共分为这么这么几个 首先是面板布局 啊 它可以随意的移动 更改它的大小 然后呢 当消失的时候呢 可以在窗口当中 勾选所需要的一个面板 再一个啊 就是一个恢复 它的一个默认布局 啊 就是一个我们的大招 一夜回到解放前 是不是啊 放个大招 直接直接让它恢复创失 就算了 这是一个啊 这么一个功能 还有一些啊 常用的面板 分别是项目面板呀 原建设器面板 节目建设器 时间轴 工作啊 工具面板 我都一一的给大家讲解了 好 那到此为止啊 我们已经课程呢 已经过去一半了 再有个几分钟呢 大家就可以休息一下了 啊 休息一下 那对于老师刚才所讲的这些内容呢 啊 它是一些偏理论的东西 大家呢 也不需要去实操 然后呢 只是把它记住 记住就好了 那对于老师刚才所讲的这些问题呀 啊 同学们有没有什么疑问啊 或者没听明白的地方 可以问一下我 有没有啊 同学们 没有没有 我们只是上半节课啊 上半节课的课程结束了 我们下半节 休息十分钟之后啊 还有下半节课来 嗯 这个四维导图的软件呢 就差慢的 XMRND 啊 还有人问这个软件在哪里下载 软件的话呢 同学不用你自己下载 啊 你直接找我们学官老师要就好了 他都给你准备好了 啊 他会给你一个连接 你下载下来之后啊 就可以 然后这个笔记的问题啊 这个笔记 我们是给大家提供的啊 我们把这个素材下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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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呢 你们可能是不是这种插慢的形式的 是一个图片啊 跟老师的内容是一样的 是给你提供的 你不用自己记 当然啊 如果你有自己的跟老师的讲解或者思路的话 老师拓展一些东西 如果笔记里面没写的话 你可以记一下 第一节课 没作业的 老师新建的项目存在 存在电脑上哪里比较好 只要不是C盘都可以 好吧 只要不是C盘 你能找得到 都可以的 素材下载后 格式是这个A2A 应该是2A2吧 应该是2A2吧 是对 需要你下载一个这个压缩软件 那正常来说的话呢 我们电脑上都会自带一个 这个Win2A2的一个软件 假如说没有的话呢 你需要下载一个压缩软件 直接百度搜索压缩软件 就可以了 好 我们现在呢 已经课程的一半已经结束了 同学们呢 也不要太累了 我们可以休息休息 放松放松 听听歌 或者说是吃点东西 上个座所 来 休息十分钟 等到八点钟的时候 我们正式的战口 为你弹奏 所有情歌的曲子 OK 我忘了说 最美的声音 名字 你保存在地盘的话 那你的暂存盘应该也要放在 也要放在地盘的 同学 电脑配置有啥要求 给大家说一下电脑配置的问题 如果说你的电脑啊 是2016年前后所买的 老师在这里呢 告诉你 是没有太大问题 都是可以用的 2016年前后 2016年之后买的也可以 那2016年这个买的电脑呢 大多数就是这个 第六代的一个CPU 第六代CPU 是我们这个2020年里面啊 所接受的一个最低的一个配置 哦 老师布局乱了 怎么调 调出那个刚才的那个 跟你说了呀 是一个什么呀 我们的一个恢复出场设置嘛 窗口里面工作区 然后重置为保存的一个布局 啊 重置为保存的布局 嗯 哦 有三个啊 老师新链项目有三个 渲染程序里面有三个选项 那说明你的电脑还是挺好的 它支持一个最新的一个渲染程序 在这里呢 啊 老师还是推荐你选择那个 刚才那个 选择刚才那个 CUDA就可以了 选CUDA 我们今天下载的素材呀 只是让大家啊 拖到这个软件里面来自己看一看 学一学的 并没有作业 我们 呃 我们从下几个开始 从下几个开始才有作业 一把版本是有的吧 是有的 项目可以保存在U盘里吗 啊 理论上是可以保存在U盘里的 但是你保存在U盘里面 是不是风险特别大呀 对不对 啊 万一哪个熊孩子 就是在你做做做做做片子的时候给你拔掉了 那你所有的素材全都丢失了啊 说不好还有数据损坏 这个 嗯对 U盘容易数据损坏的 多大内存 其实8G内存就已经足够了 8G内存是够的 但是仅限于我们学习阶段 我们用8G内存 假如说之后你成立一些比较大的项目的话 8G是不是不容乐观的 不大行 应该是 嗯 至少16G吧 应该是 我说格式让他默认就好了 HDV 不是DV 是HDV 哇 这首歌挺好听的 我也粉了吧 我也喜欢一下 挺好听的 这个是我的P2软件呀 同学P2软件 好那老师呢去水喝完了 我们去过休息瓶水好吧 大家休息一下 晚风依旧很温柔 一个人慢慢走 在街道的茶路口 眺望银河与行动 那时候你微笑着问候 要不要一起把难未来拼走 那时候你牵着我的手 约定来一场世界巡游 那时候手心欲吻刚好 晚风红柔柔 用你配就足够 时间是个小偷 无情搭走你我之前的所有 威柔温柔 又平凡的移河 你说分开能相熟 不过一个人把回忆保留 却还记得你的笑容 晚风依旧很温柔 一个人慢慢走 在街道的茶路口 调望银河与星岗 从来都没有理由 躲避纷扰的借口 不够领主享受 在你我分开后 回忆保留 那时候你微笑着问候 要不要一起把那未来拼凑 那时候你牵着我的手 约定来一场世界巡游 那时候手心与吻刚好 晚风很柔 有你配就足够 时间是个小偷 不停搞走你我之间的所有 回忆温暖又平凡的以后 你说分开也能享受 不过一个人把回忆保留 最爱记得你的笑容 晚风一丑很柔 Win10才能装2020 可人慢慢走 在切断 难道说有同学 有同学是用Win7系统的对吧 Win7系统是不是装不了2020啊 从来都没有理由 躲避纷扰的借口 不过你装享受 在你我分开后 AE的插件问题啊 哇 这有同学挺超前啊 这个13D是吧 13D呢 最好是有一个显卡支持 如果说没支持的话呢 也行 但是它特别特别慢 Win7装不了 Win7装不了的话呢 可能可以考虑一下其他版本的 在低一点版本的 可以先试试装一个2018式一下呢 那老师呢 可以去测试一下 或者问一下其他老师 老师呢 因为这么多年一直用的Win10系统 Win7是我很久都不用的一个系统 所以我不特别了解 我可以再去帮你们问问好不好 问一下关于Win7系统的一个事情 千万别用Win11 一个道理嘛 根本软件一个道理 Win11现在刚推出来 它里面有很多的bug 还有不坚弄什么性 所以说 装了之后呢 你可能会遇见一些大大小的问题 就跟我们的软件是一样的 是吗 Win7得装2018嘛 或者说2019以下 那应该就是2018了 不影响的让它默认就可以 DV就DV 不需要调上HDV 它默认什么就是什么 这个不重要同学 这个不重要 老师不讲的东西呢 让它默认就好了 就是说 它跟我们这个剪辑的这个流程没有关系 中途换电脑应该素材怎么办是吧 那中途换电脑的话呢 我们软件呀 也会有一个非常制度的一个命令 可以通过这个命令呢 把你的素材之类的 全都打包在一起 那这个功能呢 我们会在 应该是第三节课 PR的三节课当中 然后给大家讲 3060显卡玩PR 也算不上大炮大炮子 怎么说呢 肯定是 我们显卡的话 显卡的话 其实不然而定不是很吃显卡 我们的显卡呢 性能特别高了之后 对我们的剪辑的帮助呢 是非常小的 它不是特别吃显卡 主要是我们的一个CPU 以及内存的这么一个问题 这两块要 要质量稍微好一点 才可以达到一个 非常不错的一个解决效果 3060 3060是一块性价比 很高的显卡 应该算是 苹果新建 跟我们这个 这个Windows是一样的呀 它都会有那个 开始的一个界面呀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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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八点了对不对 八点了我们终于上课了 好的好的 我们把这个文字呢 给关闭掉 我们现在继续来进行 来进行我们的课程 好 我们刚才呀 带领大家看了这个PR软件 它当中的一些界面 以及它界面布局的意义 你可以自己DIY 给你的心情 还有你的需要 自己的来编辑自己的一个工作区 好 那我们现在啊 讲完了之后呢 下面要进行第二步了 我们想一想 刚才老师所说的 我们软件的一些流程 你要知道 刚才我们是新建了一个项目 对吧 现在我们到第二步 第二步 土地已经买好了 现在要新建一个序列 先把第一层给盖起来 我们给大家说一下新建序列的一些方法 好 那么回到软件当中 可以看到时间轴呢 是一个灰色的 并不能进行操作 因为它显示的是无序列 我们要创建一个序列之后 才可以进行一个视频的一个剪辑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序列应该是怎么新建的 我们知道 我们新建项目呀 是在菜单栏里面的文件 对不对 那么新建序列呢 跟它在一个位置 他们俩是邻居 点击文件 找到第一项新建 在新建下面呢 有一个序列 新建序列 它的快捷键呢 是Ctrl加N键 我们可以点击一下 点击一下新建这么一个序列 可以弹出一个新建序列的一些设置 包括你使用快捷键也可以 刚才说了 是Ctrl键加N键 我的键盘映射好像又卡掉了 稍等 我需要把它打开一下 让同学们看到我这个按键 它老是卡掉呀 OK 注意看我这个按键啊 Ctrl加N键 是我们新建项目的一个 新建序列的一个快捷键 好 那除了出此之外呀 我们新建序列的方式 还有很多种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笔记 都给大家罗列出来了 大家呢 喜欢哪种就用哪种 就不给大家一一演示了 因为方法有很多 选到自己合适的就可以嘛 我们看到我们的序列 新建序列的一个方法 分别是菜单栏里面文件 新建一个序列 还有一个是快捷键 Ctrl加N 你还可以在项目面板处 鼠标右键来新建项目序列 那项目面板 我们已经认识了 它是我们软件当中 左下角的这个面板 对不对 你也可以在这个面板下 点击鼠标的右键 有一个新建项目 里面有一个序列 可以这样来建一个序列 同时呢 也还可以怎么样 右下角的一个折纸的一个图标 也可以 那折纸图标呢 在这里也在我们项目面板下 它是这么一个小图标 这个像是页纸 然后它的一个角 给弯起来了 这么一个图标 点击这个图标之后呀 它里面也有一些新建的东西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序列 好 我们有很多种方法来建立序列 那你甚至还可以怎么样 还可以直接把素材 拖到我们的时间线上来进行 那这个呢 老师待会给大家演示一下 因为涉及到一个 序列设置的一个问题 来待会给大家演示 我们现在先选用 这上面的四种方法 其中之一 先给它建立一个序列出来 比方说用快捷键好了 Ctrl加N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到了一个 新建序列的这么一个 界面当中 好 首先你可以更改的一个地方 就是它序列的一个名称 就好比你的大楼有名字一样 你在大楼第一层 你要给你的第一层起一个名字 那这个名字呢 要根据你的需要来 你所做的是什么项目 你是纪录片 你是电视剧 这个电视剧的名字是第几集 它的标题是什么 都可以在序列名称里给写上 因为你序列的名称 关系到你待会要导出的一个名称 那老师呢 就在这里随便写一写 比方说就叫 还是清风老师的 清风老师 好帅 OK 就这个名字了 清风老师好帅 好 当你改完名字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很多的一个序列预设 那这些预设的话呢 它默认的情况下应该是HDV DV720P25帧 那这个预设呢 我们先不讲这些预设 我们先不来看这些预设 这些预设可以用 但是只有几个能用 我们先跳出这个预设 来看它里面具体的一些参数 我们看到序列设置右方的一个设置 一个设置 好 在设置底下呢 它有一个编辑模式 编辑模式呢 我们需要把它更改一下 它目前是你一个序列的 那么一个默认的一个形式 我们可以怎么样 点击下方的一个菜单 拉到上面有一个自定义 你可以自定义一下 你的这么一个序列 好 我们选择自定义 自定义模式下呢 就知道了一个 就可以更改一个 我们后面的一些所有参数了 首先你会看到第一个参数 就是一个时机 时机 这里显示默然状态下呢 是25.0帧每秒 这里所说的意思呢 就是一秒钟当中有25帧 也就是一秒当中有25张照片 好 那在这里呢 老师给大家普及一下 我们知道时间的单位呢 它有很多 对不对 年月日小时分钟秒 毫秒 但是在我们的这个剪辑软件当中 它最小的单位并不是毫秒 它是以帧来算的 一秒钟有多少帧 那在这里呢 它默认的情况下 是一秒钟25帧 那我们这个国际上通用的 我们国内 不管什么片子也好 通用的都是一个 一秒钟25帧的这么一个参数 那如果说是电影的话 电影可能稍微低一点 是一秒钟24帧 那电影随着之后的发展 也有很多高帧率的电影 那比方说李安前些年拍的那个电影 拯救 不是 是什么来着 忘了叫什么了 它是一个一秒钟90帧 甚至100多帧的这么一个电影 那这个帧呢 就是什么呀 就是照片的意思 就是照片 一秒钟多少张照片 这可以追溯到我们的电影的产生 或者视频的产生 我们人之所以能够发明电影呢 是因为我们的人的视觉 有一个视觉停留的这么一个现象 当把一些图片 非常相似的图片 连续的在你眼前划过的时候 你会觉得图片动了起来 那跟着这个原理呢 来创造出我们的电影 或者说视频 好 那这个时机啊 实际上就代表一秒钟有多少张照片 假如说你一秒钟的照片数 你看你往下选 它可以选到一秒60帧 当你一秒钟有60张照片 从你眼前划过的话 那相对于25帧的话 相对于这个25帧来说的话 那你会感觉这个视频会怎么样 同学们想一想 你帧率变高了之后 在你观看起来的话 它会发生什么样 会有什么感觉 有没有同学告诉我 对 非常的流畅 对不对 非常的流畅 好 所以说我们这个一秒钟多少帧 代表了一个画面的一个流畅度 但是老师在这提醒大家 我们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 我们通用的都是一秒钟25帧这么一个参数 因为你改高了之后 很多的播放软件或者是设备 它不支持你这么高 甚至播放起来会特别卡 所以说一味的追求一个高帧率 也不是什么好事 相反可能会带来一些比较差的效果 那我们今后上个过程当中 也是会使用一秒钟25帧 那么一个参数 大家要记住 一秒钟25帧 好 这是一个时机的一个问题 再往下看 还有一个帧大小 帧大小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你可以看到两组数据 一个是1280 一个是720 可能这组数据呢 同学们可能听过 像看你在看同学视频 或者爱奇艺 当你在观看视频的时候 很多播放器下面 往往都会给出你一个 什么1080p高清 超清 720p标清 对不对 甚至还有什么蓝光 圆画 什么4K 这个被称之为 我们的一个分辨率 也就是说分辨率 那帧大小呢 代表了就是你的一个尺寸 一个多大 那下面我们就说一下 它这里默认的是1280x720 那大概呢 就是一个相当于长方形的 这么一个画面 一个画布 它的长呢 是1280 它的宽呢 是720 并且啊 它的单位呢 是像素 横着排列 有1280多个像素 数着排列有720个像素 所以说我们会看到 1280x720啊 就是说 它的一个分辨率 一个总大小 就是长乘以宽 算出它整个画布的一个面积 对不对 所以说这是分辨率 好 那你除了啊 听说这个1280之外 你可能还听说1920x1080 对不对 1920 它的像素点呢 会变得更多 大家想一想 从一个720的 这么一个视频 到我们的一个1080的 那么一个视频 它所带来的 最直接的一个因素 是因为啊 长和宽的 它的一个像素增多了 所以我们才可以感觉 感觉到啊 1920x1080的视频 要明显 比1280x720的视频 要清晰的多 OK 这是一个我们分辨率的 这么一个啊 概念 就像我们的买床单一样 你的床单 啊 你可能告诉商家 我要买一个啊 1.5米乘以2.2米的 这么一个床单 它会告诉你 它的单位是米 当然在视频当中啊 我们的单位就不是米了 而是一个像素啊 那像素呢 就是一个一个的小方格啊 一个一个一个排列起来啊 排列出1000多个像素点啊 把它放在一块 就构成了一个 我们的这么一个画布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序列 也就是我们最后所要输出的 片子的大小啊 这点很重要啊 如果说甲方要你说 这个我们合作一下吧 啊 我们来做一个视频 你帮我做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的尺寸呢 啊 是1920x1080的 你要拿起小本本记好了啊 客户的要求是1920x1080 你要给它见对啊 把它的大小 给它搞明白 还有一个什么 时机啊 一秒钟有多少帧 好 这是一个我们的啊 这个视频的一个分辨率的 这么一个概念 相信大家可以理解 然后在下方呢 还有一个什么 哎 像素的一个长宽比 它默认状态下呢 可能是一个方形像素 也有可能啊 是底下这个 变形的那么一个像素 那大家呢 给大家抛出一个问题 我们想一想 我们像素呢 老实说啊 它是一个1比1的一个小方格 1比1的小方格 假如说 它是一个变形像素 它不是1比1 而是1.33333 那可能 它每一个像素的单位啊 它可能变成一个数字的 一个长方形的 那由这些数字的 长方形的像素 所排列起来的 1920×1080的一个视频 那它的画面啊 是不是就变形了呢 对吧 所以说啊 我们给大家明确一个规定啊 或者说一个理念 就是说我们的像素长宽比 要严格的使用方形像素 一定要选方形像素 底下的这些啊 就当没见过他们啊 老死不想往来 也不要看 也不要去理解 因为他们没什么用 啊 一定不要看 盖死盖死 不让看 所以说 一定要选择方形像素 因为它是唯一一个啊 1.0 也就是1比0 是一个正正方方的一个小四方块啊 所构建出来的这么一个像素 好的啊 答应我 一定要记住好吗 啊 记住方形像素 好 那再往下看啊 方形像素确定了之后呢 还有一个场次的一个问题啊 场次也是一样 选择五场 啊 选择五场 这个呢 技术就好了 那关于高场和低场呢 啊 我们不去做研究啊 因为研究了也没有什么意义 我们是不会用到它的啊 所以我们选择五场 也就是我们那个猪行扫描 默认状态下啊 五场就可以了 OK啊 调节完之后啊 项目的这个序列的名称啊 也改完了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点击确定来创建一个序列了 但是在创建序列之前啊啊 老师呢 刚才给大家说的一个序列预设 对不对啊 我们现在讲解完所有参数之后呢 再来回过头来看一些序列预设 你会发现 哇 这些序列预设完全啊 是给我们的坑啊 你会发现 当你点击一个1080P乘以25帧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的像素长宽比啊 是一个HD变形1.333的一个 那么一个像素长宽比 所以说啊 是不正确的 我们不要去用它 我们不要去用它 包括啊 其他的也是啊 这些呢 都有可能是变形的 只有唯一一个啊 唯一一个正确的 就是一个HDTV720P25帧 假如说我们要用预设的话 它是我们唯一能用的 其他的都不可以去用 好 这也是啊 为什么我们先给大家讲解参数 再来给大家讲解预设的那个问题 那并且啊 老师希望同学们之后 在做项目的时候呀 可以不用预设啊 每次做一个项目呢 都自己亲身的啊 来给他设定一下 都自己设定一下 这样呢 可以加持你的记忆啊 加强你对自己 你对他的一个理解 对不对 嗯 OK 我们项目的啊 序列的这些参数呢 都调整完了 我们点击确定 OK 你会发现啊 点击完确定之后 你的时间轴面板亮了起来 它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它有了时间轴 同时你的节目监视面板呀 它变得黑了 它变黑了 不能说变黑了 从原来向到灰色 变成激活状态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的序列呢 哎 已经给大家建立完成了 想一想 我们的序列当中 一些重要的知识点啊 再消化一下 同时还有一个 我们序列的一个啊 创建的一个方法 分别是在自己这种方法 然后我们的新建序列的目的啊 老师刚才已经说了啊 编辑素材的前提呢 是必须要有序列 就像我们有了大楼的第一层之后 我们才可以 才可以啊 在这第一层当中 给他进行装修 给他进行维护 对不对 然后有序列啊 时间轴面板才可以用啊 我们建完序列之后 时间轴面板 他才亮了起来 他才可以用 然后第二点 非常重要的是 序列的大小决定了什么 输出视频的尺寸大小 这点非常重要啊 因为这关系到 你做的片子啊 符不符合甲方的一个要求 OK啊 我现在再看一看 包括一些序列设置 里面呢 嗯 序列的名称啊 就是导书的文件名称 那序列预设呢 你看到没 HDTV720P25 它是我们唯一可以使用的啊 其他的呢 都是坑 所以说大家不要去用它 然后自定义尺寸啊 把编辑模式改为自定义之后 才可以设置其他数值啊 改为自定义之后 看到没 就上方改成自定义 一定要记住 要不然没法改 OK 再往下看啊 还有一个时机 也就是我们帧速率的一个问题 一秒钟能播放多少钟啊 多少连续的画面啊 一帧代表这个画面 那国内非电影啊 如果不是电影的话呢 大概率都是一秒钟25帧 电影的话呢 一秒钟24帧 好啊 还有一个啊 尺寸的大小 就是长宽啊 像素点的多少 就是长乘以宽 1920 乘以1080 那还有一个什么 这个16比9 视频的一个长宽比例 那这个什么意思呢 给大家说一下吧 呃 我们的分辨率 刚才说 如果是1280乘以720的话 对不对 怎么算他的比例呢 他是通过什么 不断的约分啊 约分就1080除以2 720除以2 然后拿他那个除出来 那个时候再除以2再除以2 算他他们之间的一个 最小数值的一个比例 算出来就是16比9的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 呃 那如果我们之前的一些电视剧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就是一些老电视机里面 放着电视剧 你往往看到的画面呢 都是一些方方的 啊 都是方方的 因为之前啊 之前的一个像素长宽比啊 他啊 他之前的一个画面比例啊 通常是4比3的 啊 4比3的这么一个比例 OK 那这个呢 是我们一个真大小 一个长宽比例啊 最后一个是一个像素的长宽比啊 告诉你一定要选择方形像素 嗯 好 这是我们关系序列的一些设置啊 但是呢 如果说我们的序列啊 设置错了之后呢 也可以进行修改的啊 就是我们修改序列的一些设置 第一个呢 可以选中序列啊 在菜单栏中找到序列 找到序列设置 那给大家看一下 你需要选中这个序列 我们先取消一下 你看 老师刚刚建立起了一个序列 对不对 啊 建立完序列之后 你会发现时间轴亮了起来啊 监视器可以用了 然后在像面板上也有变化啊 它会自己生成出一个序列的这么一个一个东西 啊 你看它前面的一个图标呢 像是几个小横线啊 中间加一个竖啊 都一个图标 那这个图标呢 就代表啊 它是一个序列啊 你可以双击它进入你的序列 包括 你比如说把这个序列给关掉的话 你看啊 秦峰老师好帅啊 前面有个叉啊 你觉得秦峰老师不帅 你把它给关掉吧 关掉之后呢 你可以双击一下啊 再次把它打开 进入到我们序列当中 好 那想要更改序列的设置 我们刚才看到几种方法啊 分别是选中序列啊 菜单栏里面的一个序列设置 我们可以怎么样 选中刚才所见的这么一个序列啊 然后点击我们上方菜单栏里面的一个序列的 这么一个窗口 点击序列 第一个啊 就是一个序列的一个设置 我们可以重新的去给它设置一下 你看老师现在点了之后呢 这些参数呢 哎 就又都出来了 对不对 方形像素 你可以改一改 比方说你尺寸见错了 你可以修改一下 啊 因为刚才我们用了预设嘛 所以我们需要啊 改成自定义才可以 才可以进行改 OK 这是序列的一种修改方式啊 修改方式 那还有一个什么呀 呃 就是项目面板中选择序列啊 在这个序列上来进行序列设置 这个怎么操作呢 啊 就是选中你刚才所见的这个序列 然后在这个序列上的右键啊 有一个序列设置 呃 在哪里 啊 序列设置在这里 啊 在这里 一个序列设置 同样的啊 也是一种一种办法啊 都可以更改为序列设置 好 那如果说你序列名字啊 改错了的话呢 呃 也很简单 啊 假如说你觉得清风老师一点都不帅 好 给他改一下 我们可以选择这一个序列啊 选择之后呢 你可以啊 拿手标再点击一下 或者说选择之后 按一下回车键啊 把它改一下 清风老师 帅吗 问好问好问好 ok啊 简单皮一下 改一个名字 好 这是我们啊 序列的一个设置 包括老师啊 有人自己操作 谁 谁在自己操作 不要让我逮到你 注意听啊 注意听 注意听啊 不要那个什么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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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先自己操作啊 你会 你假如说自己操作的话 你总有一天你会发现 你自己理解不了 或者说是操作也操作不了 然后听的话呢 也听不了 那如果说你听着边听边操作 你能操作对 那你应该是天才 我感觉大多数人都不是天才吧 所以说啊 老师呢 带过很多学生啊 这一点呢 大家可以放心 要听老师的啊 先不要自己操作 嗯 好 我们来看下面一些内容啊 这是一个 序列的一个修改啊 修改它序列当中的一个设置 好 我们再往下看 我们的序列呢 已经建好了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下一步 下一步是什么呢 当你新建完一个序列之后呀 就应该哎 就应该怎么样 哎 太大了 就应该导入素材了啊 导入素材对不对 那如果有同学问我啊 你是导入素材在前面 还是新建序列啊 还是新建序列在前面呢 其实都一样 嗯 其实都一样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先把大楼的第一层盖起来啊 也行 你也可以把素材倒进来之后 再来盖 啊 都是可以的 好 呃 有同学说好像是晕晕的 请问我们 我们来回答一下吧 好不好 我们关于 是不是这个序列这个地方啊 我们再问一下同学们 关于序列这个地方 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 可以来集中的问我一下啊 不要不要说那个什么 还有没有没听明白的地方啊 同学们 我看刚才有同学说啊 听得晕晕的 我感觉老师已经讲的 挺细致的 说实话 还有没有 哪里不明白啊 哪里不明白 对啊 晕晕的 是不是自己操作了 嗯 好 那我们今天这节课啊 主要讲的是一些理论性的东西 啊 如果这些没有听明白 不理解的话呢 你今后再出错啊 今后出错了之后呢 啊 肯定会发现是 应该是这部分 没有学明白的一个问题 到时候啊 啊 你就知道 它的一些具体用法了 你可以把一些出问题的东西呢 发给我们的学官老师 对不对 他会告诉你啊 可能是你的序列没见对啊 在时候回过头来听一听 结合自己的错误 你可能就理解的更多了 嗯 对 等一下消化消化 再实操就知道了 同学们 再实操一下就知道了 不要说 就是听得晕晕的 假如说你听一遍 就完全学会的话呢 那你是个天才 对不对 听一遍就学会的 完全是个天才 我们先听一遍 听一遍之后呢 再去操作 那操作的话 老师敢保证 你肯定也操作不明白 也会晕晕的 这个时候呀 你来看我们的回放 一看回放 再结合我们的一些操作 你马上就明白了 嗯 真的大小 真的大小是什么 真的大小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尺寸呀 分辨率呀 对不对 1920x1080 然后帧速率啊 是一秒钟有多少张照片 嗯 对 见序列还有导素材啊 没有这个具体相关的顺序 序列设置就是改个名字 这样吗 那老师刚才不是白讲了吗 对不对 我们序列设置是很重要的一步呀 啊 我们是决定了我们最后啊 输出片子的一个大小 符合我们的标准 嗯 真实越多 就是每秒 每秒给你讲的话 每秒给你的画面越多 嗯 等会儿吧 好吧 等会儿再实操一下 OK 还有问题吗 输出视频的大小怎么改 你想一想 老师不是刚才说了吗 我们见序列的目的不就是 决定视频输出的大小吗 假如说你想要改变输出视频的大小 你是不是要更改一个它的序列设置呀 对不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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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继续了啊 朋友朋友那个同学们 我们继续了啊 嗯 我们现在啊 已经新建完一个序列了啊 把序列也建好了 我们下面的一步啊 就是导入我们的素材 把我们的一些建材都给拿出来 对不对 一些什么 什么装饰物啊 砖头水泥 全都嗷嗷的全都拿上来 准备开始剪辑制作了 我们在导入素材之前呀 给大家明确一个概念 我们的素材是什么 那我们的素材呢 就是我们在软件当中啊 所进行使用 进行剪辑的东西 它可能包括镜头啊 对不对 视频图片音频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素材 它到底长什么样子 我们点击刚才啊 同学们所下载的 这么一个素材包 找到课堂素材啊 老师呢 给大家准备了这么一些 很多个素材 那这些素材啊 在导入之前呢 啊 老师要给大家明确一个概念 就是说素材整理的一个概念 那就不写了 素材整理的一个概念 好 那我们为什么要进行视频的 这个素材的一个整理呢 啊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以后的过程中 以后工作的过程中 你会发现你接受到的素材特别特别的多 有MP3MP4啊 图片 甚至还有一些拍摄的镜头 对不对 那当这些镜头啊 所有的素材 全都排列在一起的时候 你肯定会懵 啊 所以你需要 合理的给它建文件夹啊 来把素材给它分类整理 才有助于我们之后工作效率的一个提升啊 这是一个素材整理的一个概念 那假如说你要拍摄一个宣传片的话啊 你接了一个宣传片的一个后期 那一个宣传片啊 它如果有60个镜头的话 它可能给你拍90个镜头 对不对 你要把这些素材 不管是内部素材也好 图片素材也好 甲方提供的也好 啊 你自己做的也好 自己下载的也好 都需要分门别类的都给它 哎 整理好之后才可以 那我们试着把这些素材给整理整理吧 好不好 你可以看到 它里面有什么 JPG啊 一个视频 一个这个图片 对不对 MOV视频 然后MP4也是视频 我们呢 哎 来新建几个文件夹来给它整理一下 比方说按照它的分类 我们来新建一个文件夹 新建一个文件夹呢 比方说把它叫做图片 OK 点击回车 我们可以把所有的图片呢 都放到一个文件夹里面 我们来找一找到底有多少种图片 一个是背景 JPG 对不对 它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图片格式 还有一个键盘 JPG 还有一个金边花卉 PNG 那PNG呢 也是这种图片格式 包括寺庙 也是图片的一种格式 那么选中这几个呢 直接给它剪切一下 或者CtrlX 剪切一下 把它放到图片里面 点击粘贴 就可以把这些素材呢 放在一个文件夹里 然后同样的 我再建一个文件夹 把所有的这个视频呢 全都放里面 比方说这个MP4 MOV 那这两个呢 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种格式 其中MP4呢 我们建的很多 MOV呢 有从前可能见过 从前可能没见过 我们待会儿啊 给他们给大家讲一讲 他们这个一些什么一些区别 或者是他们的概念 我们同样的 把这些给它剪切一下 放在我们的这个文件夹里面 粘贴过来 给它命名为视频素材 好 那除了视频素材之外啊 还有一个云 露了一个MOV 把它放在视频里面 对 还有个云 那这个啊 这个是一个没有用的文件 好像 好吧 你们素材里应该没有这个吧 啊 这个是它PR的一个缓存 它没有什么用 我可以把它删掉 OK 嗯 还有一个什么啊 就是MP3的一个格式 它是用音频格式 同样的可以剪切一下 新建一个文件夹啊 叫做音频 OK 把这个音频呢 也放在里面 好 当这些素材分完了之后啊 你会发现 我还有一个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里面呢 它叫做图片序列 好 打开看一眼之后 里面密密麻麻的全是图片 好 那这个呢 老师先放着 先不给它分类 先不给它分类 我们待会明确了 它的性质之后啊 再告诉大家 它到底应该属于图片 还是属于视频 好 一个图片序列 好 那经过老师这些分类之后啊 你会发现啊 我们的这个素材呢 变得精精有条了一些 当然 当然这也是很少对不对啊 只有三个分类 那假如说正常情况下啊 你后面做起来 你可能还有一个啊文档 对吧啊 文档的一个素材啊 脚本 当然脚本会属于文档啊 还有一些什么外部素材 比如说包装的一些模板 包装 AE模板啊 你会把它放在这里 这么一个一个文件夹排列起来啊 你在找的时候呢 会非常的容易啊 假如说一堆的镜头啊 拍过来之后 全都罗列在这里面啊 你压根不知道怎么找 对吧 所以说这是一个素材分类的一个概念啊 同学们不要觉得这件事情啊 很简单啊 但是它代表了一个大的一个工作效率的一个提高 同学们要明白啊 老师是有经验的 所以说啊 一定不要吃这个亏 一定要养成良好的素材整理的一个习惯 好吧 OK啊 这是我们先把多余的给删掉吧 把这个什么包装啊 文档呢 先给它删除掉 好 我们只把它整理好啊 整理好之后呢 我们把它最小化一下 来到我们软件当中 我们把这些素材呢 给它导入进来啊 导入进来 嗯 好 我们呢 哎 双击项目面板的空白处 就可以把素材呢 给导入进来 啊 把素材导入进来 我们双击一下啊 项目面板 项目面板的 你看这个项目面板吧 它的空白处啊 啊 就是所带纸的这些 所有空白的地方啊 都可以 这是导入素材的第一种方法 我们可以试一下 双击面板 哎 这个空白处 我们可以看到啊 刚才这个 整理好的文件夹都在这里了 同学们啊 可以直接点击 视频 然后选择 导入一整个文件夹 都是可以的 那比如选择视频之后 选择导入文件夹 那他呢 就把这一个视频的文件夹 全都导入进来了 你可以展开前面的一个小三角 然后你刚才所整理好的内容呢 它都会出现在这里 OK 所以说我们项目面板 是一个怎么 整理素材 还有管理素材的地方吧 啊 它挺重要的啊 它可以让你清晰的啊 看到自己所要用的东西啊 所需要的一些素材 好 我们再来看一种啊 另外一种导入素材的方法啊 除了在项目面板空白处呢 你还可以点击文件啊 在文件里面呢 也有一个导入啊 快按键呢 是Ctrl加I 当然啊 我感觉这些导入素材的方法呢 大家用不用都OK 因为我感觉最简单的一个办法 就是双击空白处吧 啊 很简单 双击空白处就OK了 所以说啊 在笔记里面那些啊 新建这个导入素材的方法呢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觉得哪个好用就用哪个 那老师呢 啊 就直接双击空白处了 好 我们刚才呢 啊 导入了一整个文件夹 对不对啊 其实我们可以怎么样 也可以直接的啊 选中这几个图片 啊 把图片单个的导进来也可以 按住Ctrl键可以加选 把它导进来也可以 啊 对吧 当然导进来之后 就不是文件夹的一种形式了 好 啊 再把一些什么 我们的音频啊 给导入进来 导入文件夹啊 直接点击 好 当导入完之后啊 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啊 他们在我们软件当中的样子 我们刚才说 圆面板是用来观察素材 最原始的一个样子 好 那我们来检验它好不好用 啊 直接选择项目面板当中的 你这个背景这么一个素材 或者说其他的素材都可以 直接双击一下啊 它就会在圆接式面板上啊 把你当前的画面给显示出来 包括其他的一样啊 PNG也一样 JPG也一样 好 我们来看一看他们之间的区别吧 首先呢 我们把背景呢 拿到我们这个序列上来 好 拿过来之后啊 你会发现 哎 这个画面好像被放大了 啊 它被放的特别大 然后我们为处理之前的样子呢 它是一个正大小正合适的 那大家想一想 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看 这个图片的一些属性 我们把它最小化 刚才呢 我们那个图片叫做背景 是不是啊 我们可以来看看背景的属性 找到啊 图片这么一个里面的一个背景 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属性 我们选择这个图片啊 然后右键 有一个最后一个选项 叫做属性 点击属性之后啊 你会发现这个素材里面的啊 它的一些参数 主要的是看详细信息里面 你看 它详细信息里面 记录了它图片的一个分辨率的大小啊 它是4200 乘以2000的这么一个大小 OK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呀 啊 为什么我们放在我们的序列上 我们的图片会变得那么大啊 因为我们的分辨率啊 分辨率 它是一个1280乘以720的 而我们的图片 远远比它大的多的多的多啊 当一块大了珠布啊 蒙在一块小的桌子上的时候呢 它多余的地方自然就看不见了嘛 对不对啊 所以这是我们分辨率的一个概念 或者是序列的一个概念 OK 然后啊 我们把背景图上来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其他格式啊 比方说这个寺庙的一个png图片 我们把png图片呢 放在一个我们这个背景的一个上方 你会发现 哎 这个png图片好像有点怪啊 它可以怎么样 它好像可以啊背景透过去 透过之后 看到后面的一个红色的一个背景 我们双击一下寺庙这个png图片啊 在圆监视器面板中啊 发现它周围都是黑色的 那这个时候呢啊 同学们 我们打开啊 圆监视面板的一个透明网格 看到没有 有同学说怎么放的 怎么放的 嗯 拖过来就可以的呀 把寺庙拖过来 拖过来就可以 OK 拖过来就可以啊 嗯 好 我们现在主要看 它们两个之间的一个区别 我们可以看到png图片啊 它后面背景是一个黑的 当背景是黑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打开它的透明网格 点击圆面板当中的一个小扳手 看到没 小扳手 点击一下小扳手呢 有一个透明网格 这么一个选项 看到没有 啊 透明网格的一个选项 我们可以把透明网格给勾选上啊 你就会发现 哇 原来这个素材呢 啊 它是一个透明的 它是一个透明的 这就说明了什么 我们这个png素材啊 它为什么可以透过去背景啊 可以看到后面的啊 后面的一个红色背景 这一点呢 啊 给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老师啊 啊 刚才放进去的这个图片 它是一皮 它是一个什么 png图片 啊 那老师在这里告诉大家啊 我们图片格式呢 一共有怎么分为几类 就常用的格式呢 可能是jpg 对不对 那还有png 那这两个格式之间的不同啊 是因为啊 什么 我们png是可以带有透明通道的 啊 带有透明通道的 为什么呢 啊 啊 怎么理解呢 怎么理解呢 就是说啊 png格式 他带有透明通道 那这个透明通道啊 就相当为什么 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你比方说啊 你把这个 一座庙呢 显行成是一座 是一个贴画 把一个贴画呢 贴在了一个啊 像我这么红框 这么大小的一个玻璃板上 对不对 当你把贴画贴到玻璃板上的时候 啊 那你透明的玻璃的地方 那你是不是透的啊 可以看到下方的内容 那你中间带贴画的地方 是不是炎炎实实的贴住了 就看不到下面的一个地方 所以说啊 这是一个透明通道的这么一个概念啊 就是说 他可以 把背景给忽略掉啊 把你想透明的地方呢 给他抠掉啊 给他透明掉 让他显示出下面的内容来 OK 这是一个寺庙的这么一个png图片 啊 我们呢 可以把这个寺庙呢 给他缩的小一点 那怎么说呢 啊 同学们不要介意 啊 看不懂也没有关系 我们啊 先给大家演示一下 主要看我右边这个屏幕 好吧 先不要看我左边什么操作的 好 先把寺庙呢 放在这里 我们其实还有一个 什么 金边花卉 啊 把金边花卉呢 点击他 也可以拖到我们的时间轴上来 啊 你会发现他也是一个png的图片 OK 那我们知道了png的概念之后啊 我们的玩法就多样了 啊 因为他透明透明之间的 他们他们是透明的一个关系嘛 啊 你可以通过png图片 创造出千变万化的一些组合来 啊 你比方说啊 让这个庙长出一朵花来 是不是 再或者说啊 你从网上找一个和尚 和尚的一个png 对不对 把和尚放在这里 所以说啊 它是透明的关系 你可以运用这些png素材啊 组造出一些千变万化的一些画面来 啊 非常有意思 OK 这是png图片啊 所带给了 作为我们带来的一种便利 或者说一种创造性的一种思维 好 那这里强调一下啊 我们的png图片啊 可以带有透明通道 也可以不带有 但是jpg格式的图片 它一定不带有啊 一定不带有这个透明通道 嗯 OK啊 我们先把它给删除掉啊 删除掉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东西 我们现在看的是照片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啊 视频啊 视频都有哪些东西 首先呢 啊 有一个科技in dna里面的画面 我们把这个视频呢 拖到我们的时间轴上来 OK 当你把视频拖过来的时候 哎 发现有点不对劲 他弹出来一个窗口 这个窗口呢 好像是一个警告啊 看起来黄色的一个警告 看起来问题挺严重的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啊 他会告诉你 此减极与序列设置不匹配啊 是否更改序列 以匹配减极的设置 那这个句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当前啊 所导入的这个科技in dna里面的画面 啊 他的一个视频呢 他的分辨率和我们序列的大小 他不是匹配的 啊 他问你是坚持你原先序列的一个设置 还是以视频的设置为主啊 假如说 你保持现有设置啊 点击保持现有设置的话 还是以我们啊 刚才建的序列为主 假如说你点更改序列设置的话呢 哎 他就会把你的序列设置给改掉 变得和你导入的视频啊 是一样的参数 所以说啊 大家想一想 我们应该选择哪一项呢 有没有同学告诉我啊 我们应该选择哪一项 来来来 对 我们要保持对不对 因为我们是给谁做片子啊 给甲方做片子 甲方是爸爸 他说多大就得多大 咱得听他的是不是啊 不需要听其他的 直接保持现有设置 OK保持完了之后你会发现 好嘛 720的一个视频果然有点小 那我们导入这个肯定是个1920x1080的对不对 然后他画面呢会比较大 那至于大的怎么处理啊 我们先不去说啊 我们等到之后再说 我们现在看到是MP4的一个 这么一个视频 把它放在时间轴上呢 他就是这个样子 上方呢 是一个蓝色的一个视频 底下的是一个蓝色的一个音频 有两部分组成 那图片啊不一样 图片呢没有音频啊 只有视频 所以他底下没有东西 这点就是区分啊 OK 那我们啊 导入了MP4文件之后啊 我们再导入一个MOV吧 好吧 比方说这个云 我把云放在一个我们MP4的上面 你会发现 哇哦 这个云 它的背景也是透的 啊 它可以把后面的一个视频给露出来 所以说它代表啊 MOV啊 这个格式啊 它也是可以带有透明通道的 啊 它也是一个啊 玻璃板上面贴的贴画 只不过这个贴画呢 是个动态贴画 对吧 啊 是一个动态贴画 那MOV 我们知道了 MOV格式啊 是可以带有透明通道的 但是呢 我们还有一个素材啊 叫做什么底部金色粒子 我们双击啊 这个底部金色粒子看一看 它后面是黑色的啊 黑色了之后呢 我们把它放在上面 放在上面之后 你会发现哎 它虽然是一个MOV的一个格式 啊 但是它并没有透明通道啊 我看不到底下的一个背景啊 啊 在这里呢 先给大家说一下吧 我们这个 不管是P2也好 A1也好啊 它都有层的一个概念 包括PS啊 上层的会把下层的给挡住 你看 现在呢 是上层是这个金色粒子 对不对 然后下层呢 是我们的一个视频 上层的会把下层的给挡住 假如说 我把这个画面 给它挤到上面来 你会发现啊 它底下的粒子就不见了 啊 这个可以理解 对不对 是一个图层的顺序 嗯 好 当然我们这个目的 不是在于 在给大家探讨这个图层顺序 是探讨这个格式的一个问题 图层顺序 我们都后面也会都会都会讲 好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这个底部金色粒子 这么一个图层 它虽然是MOV 但是它没有透明通道 包括透明网格已经打开了 对不对 打开透明网格了 你会发现 它并没有啊 透明给它透出来 啊 所以说我们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说 MOV格式的一个视频 它可以带有透明通道 也可以不带有透明通道 看你的心情 但是 MP4格式的一个视频 它永远不可能带透明通道 最起码当今是这样的 至于后面的一些编码的一些升级 我们的MP4到底能不能带 这个透明通道呢 老师不敢说 可能会带 但是目前 记住 MP4格式的视频 是不可能带有透明通道的 OK啊 这是我们的一个视频 我们先把它给删除 那删除的话呢 也很简单啊 你只需要选中 你要删除的素材 然后按下键盘上的Delete键 就可以了啊 Delete 删除键 删除键 也可以按回格啊 回格就是那个 你聊天的时候 打错字了啊 那个 把错字给删了 这么一个回格 还有一些时候啊 还可以再给大家说一个吧 就是一个撤回的一个快捷键 是Ctrl-Z 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Ctrl-Z 假如说你这一步做错了 你想回到上一步 可以按下键盘上的Ctrl 加Z 对吧 才可以恢复到原来一步 那当然了 这些快捷键啊 必须要在一个操作系统的 一个英文状态下 才可以使用 就是英文输入法的状态下 才可以使用 有声音说outF4 哇 这个回答不要坑人好不好 outF4 这是我们素材的一些删除啊 先把它删除了吧 OK 我们看完了视频素材之后啊 还有一个一种视频 是我们的音频素材 我们点击展开 音频素材之后呢 你可以发现啊 它有两个音频 那我们视频或者是图片呀 双击一下这个 这个这个素材呢 会在我们原件的面板上 显示出它的一个样子 那我们的音频呢 也可以显示它的样子 但是音频呢 显示的不是样子 而是它的一个频谱 它的一个频谱 音频的频谱 代表着它呢 它的音频一个峰值的一个大小啊 或高或低 代表它的一个音量 你可以观察这个频谱 好吧 OK 这个音频呢 也给大家说完了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没有解决 那还有一个问题 没解决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这一个图片序列的 这么一个问题 我们当时不知道 它是应该属于什么类型 对它到底是视频呢 还是图片呢 那在这里呢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打开图片序列啊 你会发现 它是一张这样的图片图片 这个排列起来的 从000 001 002 003 一直到很多很多图片 当你把这个图片 打开 用门的一个图片 查开器 进行查看的时候啊 你可以快速的翻动它 比如说老师快速的点这个 哎哎哎哎 好吧 老师手残 好像没点对 再来试一下 OK 点这个快速翻页 你会看到 OK 快速的翻 你会发现 它原来啊 这些图片组合起来之后啊 它可以变成一个动态的一个视频 看到没有 OK啊 这是我们的一个 什么呀 像连环画一样的东西 同学说的对 像连环画一样的东西 它其实啊 就是最根本的一个 我们这个帧率的一个问题 一秒钟播放多少帧 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好 那我们先把它关闭掉 我们来看一下 它到底这么一堆图片 它到底属于图片 还是属于视频呀 假如说 我们想要在软件当中啊 导入一个是 导入一个图片序列的话 我们需要怎么做 你看 我们双击项目面板的一个空白处啊 当我们导入素材的时候呢 直接选择素材 点击打开就可以了啊 但是当我们导入图片序列的时候呢 啊 导入图片序列的时候 我们点击图片序列啊 选择进去 你要选择第一节啊 第一个啊 第一个图片 然后在下方有一个图像序列的一个选项 啊 把这个选项打上勾 也就是告诉我们的软件啊 我将来要导出的是一个啊 我将来 我待会要导入的啊 是一个图像序列 啊 就打上勾 把它导上勾之后啊 你再导入第一张图片啊 打上勾 导入第一张图片 你点击打开 OK 那它导入进来的呀 就是一个 什么呀 前面有一个像影片一样的图标啊 它是一个我们的视频 保持现有设置 我们来看一下 把时间指针的放在前面啊 可以播放看一下 它其实什么 它其实是一段视频 对不对 所以说啊 我们得出来一个结论 我们的图片序列 它到底是属于图片啊 还是视频啊 同学们明白了吗 告诉我 它到底是属于图片啊 还是属于视频啊 它本质上是图片 但是啊 我们怎么样 其实它是一个视频 对吧 它最终的样子是一个视频 所以说我们在分类的时候 要注意啊 要选择图片序列 把它放在我们的视频文件夹里面 OK 把它放过来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笔记 关于素材呢 老师呢 讲的 已经差不多了 我看一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啊 看有什么漏讲的 我们选择导入素材的 导入素材这一栏啊 其中导入素材方法 分别有这四项 那老师呢 直接推荐你们用这个双筋面板的空白处就可以了 然后再看一个素材的格式 它分为什么 支持 还有啊 不支持的一个 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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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类型 我们先看支持里面啊 它首先呢 分为图片 对吧 支持的图片里面啊 它包含什么 GPG 啊 PNG GRF GF 以及 啊 TIF 以及这个图片序列 那老师啊 刚才带着大家看了这两个对不对 啊 一个是GPG 一个是PNG 它们两个的区别呢 啊 就是PNG图片呢 它可以带有透明通道 那GPG呢 它不带有透明通道 那GPG格式啊 和PNG格式啊 都是一个我们非常常用的一种格式 啊 用的这个数量呢 也会特别多 但是往后啊 还有一些格式 比方说GRF啊 它又叫GF 那这个格式呢 啊 它也是一种图片格式 只不过呀 啊 它是一个什么呀 它是一个动图 那现在大家不会陌生啊 因为我们说在使用微信啊 或者QQ啊 总是有很多表情包 那表情包啊 哎 就是一个我们的这个GRF啊 GRF的一种格式 OK 那GRF格式啊 我们可以用啊 但是呢 不是特别常用 不是特别常用 大家一定要知道 那还有一个格式啊 叫做TIFF TIFF 那这个格式啊 也不是特别常用 因为这个格式 是我们三维软件里面 渲染出来的一种图片格式 那么说CCD CT的导出来一些图片呢 就是TIFF的格式 那这个格式呢 它体积特别大 体积非常大 可能一张图片 可能啊 七八十兆 好几百兆 但是呢 啊 它的精度呢 也会比较高 啊 精度比较高 颜色呢 也比较真实啊 是没有经过压缩的这种格式 那再一个就是图片序列 对不对啊 老师刚才给大家看的图片序列 它实际上是视频啊 不要被它的外表所迷惑了 它本质上 它是一个视频 嗯 OK 那关于图片序列呢 还有一些什么概念 还有导入方式啊 概念大家都懂了 一张图片 作为一幅画面 连起来呢 就是一个连环画啊 导入方式呢 是要选择勾选下方啊 图像序列的一个选项 点击打开 嗯 有同学问 TAG格式不支持吗 不支持的 假如说你导入TAG格式的话 应该导不一定来 嗯 TAG格式也是一种动画格式啊 嗯 OK啊 这是我们图片啊 图片的一些格式 还有它格式的一些特点啊 音频 音频呢 那很常见了MP3啊 不管是你网易云啊 QQ音乐 在你没有开会玩的情况下啊 他给你放的都是MP3 你给他充了钱啊 给他开了会玩了 他要给你他有可能给你放WAV的啊 也就是一个无损的一个格式 那他们两个区别啊 也很好理解啊 MP3呢 就是用的地方非常多 但是呢 它的体积啊 比较小啊 音质呢 还OK 音质OK 这个WAV啊 相对于我们MP3来说呢 它是一个无损格式 体积呢 会更大一点 那音质呢 也会好一点 所以说这两种格式呢 我们啊 用哪个都可以 用哪个都可以 但是如果有条件的话 谁不想追求更好一点呢 对不对 用WAV啊 无损格式 是我们啊 在生活当中 在这个剪辑当中呢 有WAV的话呢 当然要选择WAV了 对不对 它虽然体积大 但是一首音乐的话 它也达不到哪去 是不是 所以推荐大家用WAV 但是不代表MP3不能用啊 MP3也是我们很常用的 OK 这是音频 然后呢 还有看视频啊 视频呢 分为MP4 这个MOV 以及AVI 那AVI我们先不说 我们先看前面这两个 那MP4呢 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编码 HDN264 对不对 平常所看的一些视频 都是MP4的这种格式 那还有一种格式呢 叫做MOV 也就是老师刚才所说的 那个啊 带有通通通道的一个问题 那MOV格式啊 它是一个 由QuickTime啊 所解码 或者是编码出来的一种格式 那QuickTime什么意思呢 QuickTime呢 它是一个解码器 或者叫它编码器 也可以 它就是用来干什么呢 就是用来和我们这个MOV格式 是相关联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啊 假如说 啊 先给大家明确一下 QuickTime是什么啊 QuickTime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软件啊 可能说什么解码编码 大家不知道 可能它是把它理解成是一个软件就好了 你需要在你的电脑当中下载的这个软件 把它安装上之后 你才可以在你的电脑上播放MOV的一种格式 啊 你才可以播放它的一种格式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啊 我们QuickTime啊 QuickTime来怎么样来下载 假如说 同学们是近几年买的电脑的话呢 啊 你可能会 会装上这个MOV的这种解码器 啊 如果说没下载的话呢 给大家推荐啊 都给下载一下 怎么样下呢 哎 给同学们说一下 我们进入到浏览器里面 OK啊 进入到浏览器里面 然后呢 选择我们的主页啊 找这个百度搜索就可以了 啊 直接找百度 OK啊 在百度里面呢 直接搜索QuickTime 我们刚才把这个 单词这个复制过来 或者直接打上也可以 OK OK 直接百度一下QuickTime 然后呢 哎 把网页往下翻啊 你会发现 有一个QuickTime下载 并观看视频啊 就Apple中国 因为我们QuickTime 这款解码器啊 它是由苹果公司所研发的 啊 所研发的 好 我们点击这个网站 进去可以 因为老师在讲话 因为在讲话 没有办法 每个人弹幕都看到 好吧 如果说是 如果说问题没回复到的话呢 可以稍微等一等啊 等老师说 说问题的时候啊 同学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这个时候可以告诉我的问题 因为我们人很多 弹幕人很多 可能老师 讲起来呢 也不可能一心二用 不可能边看弹幕 边给大家回家问题 对不对 大家理解一下啊 好 我们现在啊 已经来到了什么 给大家再看一下吧 在百度里面搜索QuickTime 然后呢 找到它的一个官网 爱跑中国 QuickTime一个解码器 进入它官网之后呢 你还需要怎么样 在它右上方 还有一个放大镜的按钮 点击这个小放大镜 然后再一次搜索QuickTime 点击搜索 好 搜索出来的结果呀 你会发现 它有一个下载Windows版 QuickTime 7.7.9 当然苹果版是没有的 苹果版因为它 它本来是苹果的东西嘛 你苹果的电脑 它本身就会自带QuickTime 所以说不用下载 我们下载Windows版的QuickTime 7.7.9 点击一下 可以看到有很大的一个下载按钮 把它点击勾选 点击勾选 点击下载就可以了 点击下载 跟我们下素材一样 把它放在一个默认的位置 然后这个软件呢 它不是特别大 只有30多兆 40兆 你可以把它下载到 任意的盘幅 安装在任意的盘幅都可以 直接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 把它装上就可以了 装上之后呢 那我们的这个电脑 还有AE或者是PR 这个软件 才可以识别得到 MOV那种格式 才可以把它导入进来 好 一定要注意 把QuickTime下载下来 同学们 OK 那还有最后一个格式 是AVI的格式 我记得之前有同学问过我 老师 我拿AE导出了一个视频 只有5秒钟 但是这个5秒钟的视频 他竟然20几个G 为什么这么大呀 我问他 你是不是输出了AVI格式的一个视频 他说对的 那他显而易见了 我们不推荐他 因为什么 因为他 他太大了 他输出出来的东西太大了 他虽然是一个 什么 虽然是一个AVI的一个 他是一个无损格式 但是呢 他的体积非常大 大的超乎想象 所以说我们不推荐 他是一个我们 比较古老的一种模式 这种格式 嗯 OK 那这是一个我们的素材的一个格式 素材的一个格式 然后呢 还有一个不支持的一个格式 你看他分有两类 一个是支持的格式 一个是不支持的 那不支持的是什么呀 是一个加密的格式 像腾讯卫视或者爱奇艺 你所在上面下载的一些视频 他可能是 我记得腾讯视频应该就QSV的一种格式 对不对 那既然是人家的一个格式 他自然会进行加密 那他不让你去下载了之后 滥用他的一个素材去啊 做一些别的事情 或者是商用 所以说这些东西 这些这个公司啊 会把他的一些视频的给加密 加密了之后呢 我们自然就不能使用了 对不对 就不支持了 就不支持了 OK啊 包括爱奇艺也是啊 包括什么芒果台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视频播放软件 他大部分都是加密的 好 这是一个不支持的这种格式 但是如果你非要想用这种格式的话呢 也不是不行 但是比较麻烦 你需要 你可能去淘宝 去淘宝买一个什么 买一个那种解码器 专门转换这种格式的这种解码器 可能要花个几块钱 你买他一个 然后他才才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QSV转换成MP4 或者MOV之类的东西 但是据我测试啊 就算转过来之后 他的画面呢 也经常出现问题 出现跳针啊 出现那种鬼畜这种情况 所以说不论很推荐大家使用 OK啊 格式工厂不行的 格式工厂处理不了这种加密的 格式工厂不行 好啊 这是我们这节课呢 主要的全部内容了 还有最后一点东西 给大家看一下 分别是一个保存 还有快据件的问题 那保存什么意思呀 保存 我们在使用word文档的时候 你肯定知道 当你打完一些字之后呢 你要不断的保存保存保存 是吧 当你如果不保存的话 那你关闭再打开 那你这个 那你这个文件不就没了吗 对不对 老师RMVB是什么格式 RMVB呢 也是一种加密的格式 它是迅雷软件 迅雷软件下载电影的时候 迅雷自己的格式 它也是加密的 我们也不能用 OK啊 我们说一下这个保存 它和我们的这个文档文档一样 需要不断的保存 对不对 我们的这个软件呀 同样也需要不断的来进行保存 那因为什么呀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工作 你早上起来 剪一个片子 你可能剪到晚上没剪完 想要等到第二天时候再剪 这个时候呢 你需要保存一下 第二天才可以顺着你昨天晚上 所剪的那个终点 来进行第二天的一个剪辑 所以说一定要给它保存一下 那保存的快捷键呢 是我们的一个Ctrl加S Ctrl加S 所以说养生良好的习惯 那老师呢 就已经是养生疾病了 强迫症一样 动不动 S一下 Ctrl S Ctrl S一下 Ctrl S一下 这是一个能保存 好 那 我们经常保存的一个目的啊 最主要的是什么呀 其实除了可以第二天继续做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防止软件崩溃啊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Primer也好啊 AE也好 CCD也好啊 这些设计类的软件呢 它在面对素材比较大的时候啊 比较多的时候 全都导致进来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 嗯 它特别的容易崩溃啊 也就是说是软件突然不动了啊 什么反应也没有 它可能就崩掉了 那你做的东西呢 可能就白做了啊 所以说我们要怎么样啊 养成不断保存了一个习惯 那Primer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啊 它也推出了一些相关的措施啊 它推出了一个功能 叫做自动保存 啊 自动保存 在哪里呢 我们可以调节一下 它自动保存的一个频率 找到啊 我们一个编辑 菜单栏里的编辑 然后首选项 然后啊 自动保存 我们来找一找啊 首先找到我们菜单栏 菜单栏里面呢 有一个第二项叫做编辑啊 点开编辑之后呢 你会发现在下面呢 有一个首选项 这么一个菜单 在首选项后面呢 哎 有一个自动保存 这么一个选项 好吧 我们来进入到 自动保存里面 看看它到底是怎么样设置的啊 我们来到啊 编辑 首选项 然后找到自动保存啊 点击一下 那它呢 就会弹出来 弹出来这个自动保存的 这么一个界面 现在呢啊 一定要把自动保存项目 前面这个环节呢 给它打上钩 啊 一定要打上钩 我们把这个功能给开启 它才生效啊 是吧 然后打上钩之后呢 哎 它后面会有自动保存的一个时间间隔 现在默认状态下应该是15分钟 老师改成了15分 改成了10分钟 那这个呢 大家根据自己的电脑而来啊 假如说你电脑比较容易崩的话呢 那你就给它改低一点啊 5分钟保存一次 或者10分钟保存一次 对不对 确保一个我们的这个努力没有白费啊 不会面临从头再来的那种那种那种尴尬的那种经济 OK 那底下呀 还有一个什么最大最大版本项目 这个让它默认20就好了 不要去不要去动它啊 因为它没保存一次呢 都会在你的一个啊 工程文件位置啊 给你生成一个新的工程文件啊 这个呢 让它是20就可以了 让它是20就可以了 然后下面还有一项啊 还有一个就是自动保存呢 也会保存当前的一个项目啊 就是说什么呢 当它自动保存的时候啊 自动给你Ctrl S一遍啊 这个能理解什么意思吗 就是说就是说这个自动保存啊 它并不是保存你当前的这么一个啊 你这个项目 而是保存一个新的工程文件啊 生成在你电脑里面 并且呢 最大生成20个啊 它是生成在一个新的位置 并不是在你原位置上进行保存 那你把这个钩啊 打上之后呢 啊 它自动保存的时候呢 就给你自动的Ctrl S一下 那你之后呢 就不用再去找 它自动保存的文件了 而且 而是将啊 之前的原文件打开之后就可以了 啊 对是副本啊 它创建的是副本 OK 这是我们啊 这个自动保存的这么一个概念 OK 还有一个快捷键啊 撤销 给人家Z 已经跟大家说过了啊 就返回上一步 后悔要啊 就是后悔要 好 那还有一个小命令啊 就是放大面板 啊 我们面板是什么呀 我们知道 我们讲的这些都是面板 对不对 那想要单独放大某一个面板的时候啊 你可以双击啊 这个面板的这么一个名称 你比方说节目面板 把双击它一下 啊 它就会变大 啊 就会变大 然后呢 再双击一下 它就会变小 包括其他面板也是一样 然后也可以用什么 用一个啊 键盘上的一个波浪键 也可以 我把我的 我把我的键盘给拿出来 给同学们看一下啊 嗯 我觉得啊 这是一个键盘 嗯 好 那我们键盘上的波浪键是哪一个啊 就是我们TAB上面的这么一个啊 有一个小波浪号 如果同学用电脑看的话呢 看直播的话呢 可以现在找一找 在TAB上面有一个小波浪号 我们把它叫做波浪键 啊 按一下波浪键的话呢 也可以把我们的 哎 怎么样 把界面给放大 啊 再按一下呢 就缩小 OK啊 这个呢 是我们最后的一些补充 好 那我们啊 把它缩小一点 看一看我们今天讲的知识点啊 它可能呢 比较散啊 也比较杂 但同学们呢 啊 一定要好好的来理解 最重要的是啊 以我们什么思路 以我们工作流程 对不对啊 新建项目 新建序列啊 导入素材 制作 以及这个导出 那导出的话呢 因为今天没有作业 我们先不讲导出了啊 等到第二节课的时候 再给大家讲怎么导出 好吧 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呢 主要是偏理论性的东西啊 一定要动一动脑子啊 该记得把它记住 那这些快捷键呢 也不算多啊 就一个Ctrl加N键 一个新建序列 这么一个快捷键就可以了 大家记的话呢 就把它记住 记不住的话呢 也没关系啊 因为我们之后的课程当中呢 也可以慢慢的进行消化 自然而然的就会了啊 OK啊 那我们马上下课了 马上下课了 那老师在这里问一下同学们啊 现在这答疑时间已经到了啊 对于老师刚才所讲的这些内容啊 还有没有什么疑问呢 同学们 可以跟我说一下 嗯 QuickTime是不是必须要下载 是的 必须要下载QuickTime 这是我们设计人必备的一个解码器 哇弹幕好多 等一下我看看 这批机可以改成PNG格式吗 啊 是可以的 不过这涉及到我们的PS呀 不 刺激到我们输出这块了 老师还没有讲 我们以后会讲好吗 以后会讲 嗯 然后老师输出视频1280720 怎么改成19201080的 那老师刚才说了呀 啊 我们想要更改一个视频尺寸大小的话 是不是要修改修改他的一个序列设置啊 啊 你序列的大小是不是决定了 你将来输出的一个画面的大小啊 对不对 所以说你要改他的序列设置 啊 时间 视频放时间中哪个位置啊 这个呢 同学们先不用理会啊 因为这个呢 老师把它放在那个位置 主要是让大家看我们的这个监视画面啊 我们对比他们格式的一种一种一种差异 那你所说的这个位置呀 我们老师肯定会讲的啊 肯定会讲 在我们第二届时操的时候就会给大家讲啊 不光要讲还讲得很细致啊 包括他上面的视频啊 底下的一个音频啊 只是还没有讲到啊 这位同学 我们先在这里先不说 好吧 包括这个素材怎么移动啊 这类东西 我发现各位同学们都很好学啊 都是很容易发散思维 我们一点点来好吧 我们都一点点来啊 你去说的这些问题呢 我们在后面的课程啊 都会有都有啊 都会讲解都会讲解啊 OK啊 还有什么更改序列设置 还有保持是应该怎么选择的 你动脑想一想啊 想一想你自己啊 做的这个片子 你的目的是什么呀 是给甲方做的嘛 所以说你要明确你做的一个片子的一个要求 对吧 序列预设其他项都不需要明白啊 你只需要自定义就好了啊 因为序列预设都是坑啊 都是一些变形像素 我们不常用啊 也根本不会用 老师这个笔记可以发我吗 这个笔记 我们在素材里就有的同学啊 就有的 打开素材就可以看到了 嗯 Qtm安装应该是选典型还是自定义啊 一直下一步就行 他默认的是典型 你就选典型 自定义呢 就自定义 应该是典型吧 这个无所谓 中央哪里都可以 甲方突然变了 不就会改 不就不就得改吗 那甲方他应该啊 关于视频尺寸方面 甲方一般不会变 就算变了的话 你也可以更改一下序列设置嘛 他变的话 你给他多要钱嘛 是不是 我做的工作多了 你要多给我钱 对吧 这里面可以修音啊 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修音 但是呢 要修音呢 还是要通过我们的AU软件来进行 对不对 Qtm用什么浏览器找比较好 你用哪个都可以 老师推荐你 不管用什么浏览器 都在百度上来找啊 不要用什么搜狗啊 或者谷歌之类的 用百度就可以了 因为百度输出来的结果 它比较那个什么 比较准一点 OK 序列窗口太大 应该怎么办 这可能跟你电脑的一个分辨率 有关系吧 太大的话 我们就方便观察嘛 假如说你想让它变小的话呢 应该是没有办法 这和你的这个显示器的窗口 有显示器有关系 你分辨率有关系的 节目栏里调节各种素材大小 位置怎么操作 同学 我们刚才讲的那段的时候 你的注意力不要在那里 我们给他 只是给他演示拼音机的一个区别 那关于素材的大小调节 我们肯定会讲 只不过 假如说我们在这节课 把这个问题给讲的话 那我们脱堂 我们12点下不了课 我感觉 现在已经脱堂了 同学们 那老师所讲到的呀 讲到的 大家消化就可以了 就消化就可以了 老师没有讲到的呀 就有问题的话呢 也可以先留一留 留一留 等等我们后期呢 我们都会给大家说的 都会给大家说的 好的 现在是9点08分 我们的下课时间到了 下课时间到了 那老师呢 待会儿呢 就 待会儿呢 就给大家把这个回放上传上去 同学让我演示一下 再下载一下quake time 那待会儿 这位同学 你自己看一下回放吧 好不好 因为老师要传这个 录像了 随着我们的心愿 让身在 OK OK 同学们 同学们再见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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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正式课第一期 圆满结束 我是你们的清风老师 我们后天再会 第二节再会 OK 同学们 拜拜 那我去给你们上传回放了 拜拜 拜拜